请议事人员宣读报告事项 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 宣读立法院第九届第一会期财政委员会 第十五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 时间中华民国105年6月8日 星期三上午9时至13时14分 地点红楼202会议事 出席委员吴炳瑞委员等13人 类席委员郑印鵬委员等28人 类席官员财政部部长徐一泽 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丁克华 及其他相关机关人员等 主席习召集委员国庸 报告事项 先读上次会议议事录 决定议事录确定 讨论事项 1. 审查行政院含请审议所得税法 增订第43条之3 第43条知识及修正第126条条文草案案 2. 审查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据 所得税法增订第43条之3 第43条文草案案 金委员方扩张代表 时代力量党团说明提案要职 财政部习部长报告行政院提案 及回应党团提案后 既有委员吴秉瑞等13人提出咨询 金金财政部习部长 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丁主任委员及相关人员 以答户决定 1. 报告及審檔完毕 2. 委员林德胡林靖县及 楼民财首提书面执行 经列入记录刊登公报 并请财政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书面党户 3. 委员执行为及党户部分 请财政部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一周内以书面党户 4. 委员执行中要求 提供之相关资料疫情 以期限内送交各相关委员 决议 审查行政院行情审议 所得税法征定第43条-3 第43条-4及修正第126条条文 草案案 本院时代力量党团理计 所得税法征定第43条-3及 第43条-4条文草案案 1. 审查结果 1. 征定第43条-3 第43条-4条文 经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2. 第126条条文 经协商后 采委员惠宏泰等4人 首提修正东义及行政院提案 2. 以表决方式处理如下 1. 委员惠宏泰等4人 首提修正东义 经在场出席委员 不含主席 12人棘手表决 贊成者5人 贊成者少数不通过 2. 行政院提案 经在场出席委员 不含主席 12人棘手表决 贊成者7人 贊成者多数通过 3. 表决结果 照行政院提案通过 4. 令针对本条文第二项 尖列立法理由如下 有关针定第43条之3 及第43条之4条文 首定 返避税制度之施行 西市海峡两岸 避免双重课税 及加强税务合作协议之执行情形 国际间包括新港 按共同申报及应行注意标准 执行税务用途金融账户 自信自动交换之状况 并完成相关执法规之规划 及落实宣导 严以第二项定名 施行日期 游行政院定支 必使企业逐步 避免新制 兼顾租税公平 以产业发展 并维护纳税义务人权益 3. 通过附带决议一项 所得税法征定第43条之3 及第43条之4等条文 规范低税负国家或第7支受控外国公司 并以实际管理处所认定营业事业之积住者身份 具有保障課税税机 维护租税公平 和符合国际间税制之发展潮流趋势 为应施涉众多台商 国际金融业务及跨国企业之税负问题 财政部应管为宣传 以展现政府追求全民负税公平 同时力求经济产业发展繁荣之施政理念 故财政部应拟定计体配套方案计划加以落实 2. 本案业以兵案审查完境 拟计审查报告提报宴会讨论 宴会讨论前 不惜交由党团协商宴会讨论时 由习召集委员国勇补充说明 通过临时提案一案 先读完毕 报告会委员 因为现在在场的委员 没有达到意识确定的法定人数 所以我们待会再来确定议事录 那么我们现在接着请议事人员 宣读今日的议程 讨论事项 1. 审查本院委员贞民中等20人理据 国家金融安定基金设置及管理条例第8条集第11条条文修正草案案 2. 审查本院委员贞民中等18人理据 其后交易法第107条集第112条条文修正草案案 先读完毕 报告各位委员 因为今天这两个案子都跟金管会有关系 另外呢也跟有一部分跟财政部有关系 那因为条文并不难 姿势体大对国家影响重大 但是条文并不复杂 所以主席就把这两个案子排成同一天审查 那我想负担不会很重 但是可以提高我们的议事效率 可以让我们多一点法案 因为我们这个7月中就要进行修会 那我们希望在这个会期结束之前呢 有更多的法案能够获得审查以及通过 所以今天呢我们审查两个法案 那这是主席安排最主要的原因 那这两个法案都是由曾民宗委员所提案 那大家也跟我主席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曾委员虽然是新科委员非常的用功 他今天已经突破本委员会签到的时间 已经突破到5点以前4点58分 那所以主席准备考虑建议说要发帐篷给他 那不过呢就是财政委员会长期以来 不是只有这一届长期以来 都是非常认真用功的委员 那我们表示敬意 那我们现在请登记第一位4点58分 就来登记的曾民宗委员 进行两个法案一起提 提案要指说明 谢谢 谢谢 谢谢主席 其实主席很早 主席六点多就到 因为我家住比较近了 不然主席一定比我早 谢谢 首先跟主席还有在座各位报告 这两个法案的提案要指 这一次我提议了有关国安基金设置管理条例 第八条第十一条的修正草案 第八条的部分是增列一项 委员会决议做成第一项决议后 应于三个月内将做成的决议 之报告送立法院 希望让它更透明 其实为什么提这个案 其实上一次的国安基金复盘 超过六个月 其实我在利用这个场合做过咨询 它已经不符合国安基金第八条的 当时的要进场授权的条件 所以我觉得要让国安基金的决策更透明 所以希望它做成的决议的报告要送立法院 这是第八条 第十一条的部分 因为国安基金各位很清楚 最重要是进场 进场是因为因应整个资本市场的流动性 思绪流动性 或有流动性之余的时候进场 退场的时候 应该授权执行秘书 在悄悄 在静悄悄的情况之下 能够退场 你假设进场要授权 退场要授权 那又造成另外一个不确定因素 尤其展乱未来的金融环境 波动度高 波动度高 波动频率又大 那进场之后 授权之后 执行秘书看时机非常好 就自动退场 那能够把那个额度 把那子弹 能够留下来 随时可以应应 我觉得这个是 为什么提这个案 因为我担任国安基金的执行秘书 超过五年 而且我进场两次 当时我面对要退场的时候 寸步难行 所以我就居于善意好意 才提这个修正草案 第十一条是 但是我们不修它的法则 我只是修它 让它透明化 假如修它的法则 对执行秘书 或者操作人员也不公平 但是要让它更透明 好 这个是有关国安基金的部分 另外 有关期交法的部分 我提出来修107条 有关内线交易 因为期交法从86年实施到现在 去年已经突破3亿口 那慢慢 各股的期货慢慢在流行 那现行的内线交易的定义 跟现货的部分 有很大的差距 所以我提案 把这些差距 把这漏洞堵起来 另外也修正了 112条的相关的法则的部分 我的想法是 当它还没有发生 当它交易还不是那么弱弱的时候 有漏洞 把它补起来 你不要等 真的发生内线交易 因为各位很清楚 期货的特性就是 它的杠杆比例很高 Leverage很高 你可能用10块钱 可以赌100块 甚至更高的交易量 所以 我也是基于好意 把它赌起来 纯粹是看到有这个漏洞 才提案本来作为正案修正 谢谢 谢谢 谢谢曾委员 就两个案子 一起做提案要指说明 那么接下来 我们请主管机关来进行回应 首先 好 对不起 谢谢主命提醒我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 这个议事录 确定的法定人数 请问各位委员 对于上次议事录有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的话 我们就确定 谢谢 接下来先请国家金融安定基金管理委员会苏建荣执行秘书 也就是我们财政部的次长回应委员所提的国家金融安定基金设置及管理条例修正提案 主席 在座的各位委员 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 贵员会 审查 曾民中委员等 会使人 迷据的国家金融安定基金设置及管理条例第八条及第十一条修正条文草案 那么在这边 类似报告 那质感荣幸 那以下呢 仅就国家金融安定基金管理委员会对上开修正草案的意见提出说明 那么敬请各位委员做指教 第一点呢 有关 增定第八条第三项 委员会做成 委员会结益做成第一项结益后 应于三个月内将做成结益之报告送立法院 及第十一条第二项 本基金应于达成任务后三个月内将应用资金额度及相关评估报告送立法院 这个部分呢 有两点说明 第一个 依据国家金融安定基金设置及管理条例 以下简称国安基金条例 第八条的规定 国家金融安定基金 国安基金因为国内外重大事件 国际资金大幅移动 显著影响民众薪金至资本市场及其他金融市场有失序或损及国家安定之余时 得经委员会结议动用资金执行安定市场任务 那同法第十一条也规定 就是国安基金已达成安定金融市场任务后呢 就第八条第一项是操作标的 因事实予以处理 第二点 建议我国的资本市场是一个潜贴的市场 那么规模较小 投资人投资决策很容易受到各项市场资讯影响 而国安基金管理委员会所做进场执行任务 或退场处分持股之结议 向来呢都是投资人高度关注的事项 那么为了有利于投资人了解该管理委员会的结议事项 国安基金管理委员会都会及时发布相关的新闻稿公告作组 以及时稳定国内投资人信心以及市场秩序之效 同时落实这个资讯透明化的这个目的 第三点为了有利于国安基金能够充分受民意监督 并就基金运作情形充分揭露 使社会大众了解它的运作情形 我们已经在每年会计年度结束之后 以国安基金条例第十三条规定按结算法办理结算 并将收支及应用情形按计公告 第四点另外呢 贵委员会于1999年12月2日第七届第六次会 第六会期第十三次全体委员会临时提案 国安基金出清后呢 有关国安基金操作绩效过程及悬谷标的 并按规定以所需完成后一个月内呢 公布揭露 以公大院监督 四号呢 国安基金立事完成操作标的的处分作业 都依上开决议来办理 并公告于财政部网站 以充分提供大院及民众监督 以修正草案第十一条第二项 征定规定尚无不同 因此就上开修正人 本会呢 国安基金管理委员会尽表尊重 第二大点 关于第十一条第一项征定执行秘书的部分 那么底下两点说明 第一个 目前国安基金管理委员会呢 以动用资金执行安定市场任务 以处理执行任务期间所取得的操作标的等 作业都是经过委员会 依据国安基金条例第八条 或第十一条规定做成决议 明确授权执行秘书 适时审视国内外政经情势变化 办理相关操作或处分事宜 那么现行作业的方式啊 基本上上升妥胜作员 而且坚具有弹性跟效率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本修正草案建立政内执行 执行秘书 那么直接授权执行秘书 已达成安定金融市场任务后 处理事宜已结 那么鉴于呢 国安基金部分委员是由大院各党团 推荐人选临聘 而且国安基金的执行安定 国安基金执行安定金融市场任务 是否已经达成 还要经过委员会共事节来认定 那么为了尊重委员会的职权啊 并避免呢产生正义 建立呢 能由委员会认定后 在授权执行秘书办理 或计处分事宜较为妥事 以上简要报告 请各位委员会请指教 谢谢 好 谢谢 接下来请金管会丁主委回应委员 所提的期货交易法修正提案 主席 各位委员先进 大家好 今天陈蒙贵委员会啊 邀请就委员 曾明忠等18人 拟据期货交易法第107条 即112条条文修正草案提出报告 自感荣幸 敬请指教 那曾委员等 鉴于现行期货交易法第107条 禁止内线交易责任部分的规范不明确 而且现行的股票期货 及选择权的内线交易的内线 内部人范围 原来是以含令规范 不符合法律明定的原则 原参照证券交易法第157条之一等 规定 及外国立法 立提案修正期货交易法 第107条及112条条文 提案的修正重点呢 我们看到有包含了 增订内部人规范 范围 然后延长禁止交易期间 至消息公开后18小时之内 提供内线消息者 仍需负行者 还有内线交易行为 仍应付民事赔偿责任 还有加重内线交易 及非法期货交易的业者的行者 以及授权主管机关 定定重大消息之定义 范围及公开方式 与期货交易 与期货或相关的法规之范围 本次曾委员所提的修正案 本会尽表尊重 那建议下面再考虑一些事项 第一个部分的修正案的内容 以考量国际的做法 以及多方收集资料 与征询的意见 一有关委员提案修正的内容 如提供内线消息人 之应付的刑责责任的部分 以及将因犯罪行为 取得内线消息人 纳入内部人的范围等 主要是参考欧盟的规范 为美日 新加坡等国的立法令 目前都还没有类似的规范 所以显示欧盟的做法 在国际上好像还没有形成共识 第二个 以犯罪行为 取得内线消息从事交易 因其构成要件 需以司法机关侦查认定 有无犯罪的为前提 尚需了解国际案例 以及监理的一个做法 为求审慎 以待多方收集资料 并且征询专家学者 及司法单位的意见 目前 台湾期货交易所 上市的期货交易商品种类 里面指数类佔了95% 那股票期货及选择权仅占少量的比例 而指数类商品因其成分股的分散 很难成为内线交易的工具 因此我国期货交易市场 还没有发现内线交易的一些案例 中上委员的提案修正方向建议 是不是先以凝聚各界的共识 考量我国期货市场的食物 收集各国主要的国家资料 充分与各界沟通 那以上报告呢 我们敬请各委员会与指教和支持 谢谢 等会两位首长是主要背语的对象 我们丁主委跟苏次长 那一方面为了节省时间 二方面为了表示对你们的礼遇 所以你们两位在背语的时候 不必向主席行礼直接上下台 接下来我们宣告要进行寻答 每位委员8分钟 B20的延长2分钟 上午10点钟截止登记 我们请登记第一位的曾明宗委员质询 好 谢谢 谢谢主席 先麻烦次长 委员好 次长 你讨教国安基金 进场的条件是什么 进场条件基本上 依据国安基金管理条例 第八条的规定 就是 因为国内外重大事件 国际资金大幅移动 显著影响民众的薪金 导致资本市场 及其他金融市场 有失序或损及国家安定之余 对 第八条 所以规定很清楚 整个国安基金 是要解决股票市场有流动性的问题 所以国安基金最重要是在进场 那再跟你讨教问题 五千亿的五千亿啊 只但多不多 应该算多 不多 我认为太少 今天市场交易量多少 现在即使一千 上市上规加起来 一千一百亿左右 没有几天就用完 而且国安基金是不用才有信心 你用超过两千五 国安基金就没有信心 实际五千亿的额度非常的少 所以我这一次才提说 为什么要授权执行秘书去退场 因为当你进场的时候 会造成市场的不动 那你假设要退场 又再开支议会 又对外宣布 又对外宣告 我国安基金要退场 大家都让他知道 又造成另外一个破洞 另外是假设说进场之后 因为国安基金操作的最高原则是 敲流打鼓进场 默默的默不作声的出场 达成稳定市场的功能 那你现在退场又要敲流打鼓 你又造成另外一次的不确定性 那因为我过去担任了财政部次长 担任了五年多的国安基金执行秘书 我进场两次 我每一次想退场的时候 我还要国安基金管理人会授权 我觉得非常不方便 也没有效率 为什么 当你完成任务之后 市场回到稳定以后 你慢慢的卖出去 第一个 不会影响股市 第二个 你的筹码又空出来 你真正在下一次要护盘的时候 你又有子弹了 当然了你会认为这样会给执行秘书 太大的责任 但是我给你报告 不会有责任 不用怕 为什么 你是依照法令规定 而且你把它从国安基金第一条到最后一条 没有任何的法则 除了内线交易 所以我这次修也没有给你加重责任 所以市长不用怕 你今天同意以后 下一次你真正进场护盘 你会感谢我 你账不账成 我不是怕责任的问题 因为这个整个还是一个 不会 假设不是怕责任的问题 我是以过来人的经验 因为过去在执行的时候很不方便 要退场造成股市的另外一派波动 额度子弹又空又站在那里 所以我的这样想法你说合不合理 当然啦 如果能够及早去 看情况及早退场 准备下一次的筹码 当然是一个很好的 就相对的具有弹性 但是整个来讲的话 基本上因为这个国安基金委员会 是一个合一制 我们还是要尊重委员的意见 不会 今天审查通过授权您 您就有这个权利 跟何一制没有任何的关系 我也问过法制局 没有问题 所以我这样的讲法也没有说服力 我怕失去这个机会 下次当你觉得出场的时候 受到很多限制 你要再拜托 要修法 实际过 你可能会后悔 而且我要跟你特别讲 为什么 您过去的经验 您假设复盘造成的亏损 来不及出场 亏损还要变预算来补贴 你财政部拿什么钱来补贴 所以出场的实田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你摆酒了 你没出场 股市跌下来 那个时机啊 你要卖的时机啊 瞬息万变 你一卖出去 可能你可以平盘或者赚钱 当你跌下来 卖卖不出去 你还要编一算 来弥补这个洞 到时候你就痛苦难当 我不骗你 你等一下吧 我不围栏你 你去想想看吧 你先请回座 我认为我是 善意欧 不然哪一天你要修 我不骗你 当你摆太久了 这股市跌下来 你要编一算 来弥补喔 你还拿不到这些钱来 我不骗你 我是良心的建议 你等一下 在个案协商的时候 你可以想想看 你先请回座 好 谢谢委员 好 接着麻烦请主委 曾委员你好 主委谢谢 今天的书面报告 你又没有看过 看过 谢谢 看过 我认为你没有仔细看 有吗 有没有仔细看 请委员指教 我们仔细看看 你看财政部的报告 他会针对委员的提案 我有八项 哪一些是赞成 哪些是不赞成 要提出来 但是我总共里面有八项里面啊 你就前面写个 本次曾委员首提修正案 本会竞表尊重 我也要考量这几个问题 这里面我有八项喔 你有针对提供 内线交易的人应付行者的部分啊 是 这部分你列举了两点 说这一部分啊 还要进一步 征询专家的意见 其他的七项呢 你可行的部分 你要讲同意啊 或者不同意啊 你只有针对 你有意见的不问题 我不配你喔 昨天有几个记者朋友看到 看到这书面报告 是 他说 金管会在打我的脸 没关系 我也不太在乎 但是你这样不符合法制 另外喔 我跟你报告 是 你在这里提到啦 主要是参考欧盟 没有错 所以欧盟已经有哪些国家呢 英国 德国 荷兰 西班牙 都有做 是 連中国大陆也有这种法制 是 比你列举的国家更多啦 另外你提到啦 第二点说 呃 现在目前 期货交易所上市 期货商品指数占95 股票的期货只有占55% 不到 不到 就因为 就因为现在整个个股期货 交易还没那么弱弱的时候 现在 有漏洞 把它堵起来 把它堵起来 那你要等他 等他交易很弱弱的时候 你真的要堵他还真不容易 是 这个也是因为 所以 就因为我当过金管会主委 我认为 现货 跟期货之间 期货的漏洞太大 是 才要把它补起来 那 看你这个报告 就是 简单讲 是 就是这个 曾委员啊 这个多管闲事 曾委员的意见啊 啊 这个请 敬表尊重 不过 不过 我不晓得 各位我可以问问 请跟大家看一下 我的想法就是 很多的 同仁或者很多的 记者会看 这根本跟我 反对我的意见 不过也没有关系 也没有啦 我的好意 但是你写这个报告 显然 你没有仔细看 你至少八项哪些 你赞成 其中一两项是把 现在金管会的行政命令 把它抄进来而已 你也知道哦 内宪交是罪行法定主义哦 我把你的法 把你的行政命令 把它类进来法条 更好啊 法治上更完整啊 以后法官 检察官判了下去 起诉了起来啊 你这个不讲 你这专门讲一项 你认为必须演绎的部分 其实我也赞成 是 这些法案 这些法条 等一下个案 我们才讨论 真的 金管会有意见 我也会尊重 但是这个报告啊 看起来就是 哎呀 曾伟员 你多管钱一事 没有啦 应该不会这样子 尤其我跟你讲哦 这内宪交是 业 是什么 是把它修得更紧 一般人啊 不是讲一般人啊 人家是不愿意碰这个东西呢 是 我真的是 啊 这个 他一直不讲 谢谢陈伟员 好心 好理心 是 我假设 这个 金管会是这样的立场 以后类似的法案我不提 我就专门提那些做好了的提案 我不骗你 那内线交易把它堵起来 我还不愿意讲呢 这法案 当然不是来自你之前啊 这法条是 这个提案是 金管会给我的 是金管会给我的 是政企局给我的 还来跟我吹 来吹之后 我还拜托 如委员赶快排 我们希望其实立场一致 是希望把这个内线交易 能够堵把它堵起来 但是这个报告哦 我本来昨天看完我不觉得怎么样 但是我晚上接了两张通电话 让我很不舒服 我本来还没有感觉 我还没有感觉 但是我几个朋友打电话给我说 他洗你的脸啊 不过没关系 我脸还好 我每天都有洗脸 跟整委员报告 就是我们是把那个 里面的您的那个好意 我们都已经都接受了 所以说 就是说你们有一些 有些事项是不是还要再多讨论一下 没错 但是你不能只有针对你有意见的 所以可能写法上 会让委员觉得 你不能只有针对你有意见的 你有意见的 你有意见的OK 我们可以商量 其他没有意见 你要写像财政不一样啊 鉴表同意啊 是是是 不然你说个讨论也可以啊 你不是专门有一个需要讨论的 你就把它写出来 那我觉得这样的写法 有点外 造成委员的误解很抱歉 误解到不会 最 最好笑的是 这个法案来至今晚会 呃 来至今晚会 这个这个 这个原因我不太清楚 前阵子还来催我说 趕快完成立法 当然这不是你认内 不是我认内的 我是今天你看今天我都没有生气 为什么 欸也不用生气啦 就是论事 但是我意思是说 以后这个报告可能 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 你至少你赞成的 对方要赞成 而不赞成的你可以互相讨论 你不能写出来 好像我 曾委员提案 好像随随便便 对不对 好像都要进步研议 那我提这个案子做什么 这提作对我没什么好处啊 我就是这样把期货 可能衍生的币单 把它堵起来而已 是是 好 谢谢 好 谢谢 主委 不是曾委员误解 是你们做的不周到了 第一个呢 过去你们的报告 或者说现在两个部会报告 你看看差这么多 那真的要检讨改进 不然人家会认为 新的金管会不如旧的金管会 金管会也不如财政部 这样不好 那对对你的领导风格不好 第二个呢 所有的委员 包括在野委员 大家都愿意落实金融监督 我们要把内线交易堵起来 所以曾委员很勇敢的提案 我也很认真的排案 结果你们自己现在放水 你们不想做了 怎么会这样子呢 你们受到什么压力吗 接下来请吴秉锐委员咨询 主席麻烦请请管会丁主委 部委员你好 早 早 想跟你请教我 刚我有看到 这个财政部已经给我们 对于这个 在中国的 台湾银行的分行 他的渔放 也给我的一个报告 这个报告里面 他的理由是说 最近 台湾银行 土地银行第一银行 彰化银行四间 是因为一家 中资的福斯特紡资 跟有一家台商的工具机场 然后使得这个渔放增加 是 然后他也给我金额 就只有这样吗 我想这个地方 请詹 詹局长一起来回答 第一个 报告里面 这个媒体讲说 核库有2.73亿元 是旧账 可是我记得 索利协业 倒在的时候 核库被倒的是3亿 是有一部分追回吗 还是这一条 跟他3亿无关 欸 报告里面 这个福斯特的部分 的确是旧账 但是因为 他清场了 在协商新的条件 协商新的条件 之后 福斯特又没有 又没有去 去偿还 不是我现在先提一个 第一个问题 核库本来被索利倒了3亿嘛 对不对 核库 索利这一部分是 总共是 那个 美金是6千万 是18亿 19亿台币 但是里面核库 因为年代 核库参加1千万美金 所以其实是倒3亿 3千万的台币 3亿2千多万台币 那 现在的报告说 核库的预放是2.73亿 然后 说这个跟索利协业是无关吗 还是 索利那3.3 3亿3千多万不见了 还了吗 索利的这一部分 应该他现在已经在那一个 在整个那一个 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 充整的情 那个程序里面 不是啦 你听得懂我的问题吗 现在你们 给的那个报告里面 财政部给的报告里面 有五家国营超有预放嘛 齁在中国预放 那里面核库只有2.73亿 而且说是旧账 那本席 直询过啊 何库在索利协业 那个案子 他连带1千万美金被倒账嘛 1千万美金折合 如果现在的币值 是3亿2千多万台币嘛 那可是现在的账目上面 说何库预放只有2.73亿 几种可能 一种就是部分清偿呢 一种就是 3.2亿那个你没有把它算进来 你就另外算了一个2.73亿 是哪一种 八委員这个是不是 我们再跟何库再了解一下 应该是有一部分打掉 有一部分还在啦 因为他有个案子 现在进入到重整程序里面 依规定那部分不能打掉 所以何库只有索利那个案子 我们这个 什么福斯特 这个台山工具具 他是没有的 我想这个地方 要他们去查清楚一下 等一下再来回答好不好 查清楚回答没有关系 那我现在要问说 台湾的这一些金融控股 金融公司 这些金控 联合告野村证券 對不對 告香港 他的理由是 香港的野村证券 在办理这一些年代 尤其是福斯特这件 在办的年代 他是主办行 那主办的单位 他自己本身必须是 整个年代案里面最大的放款者 才会是 年代的主办者 结果香港的 所 这个 野村证券说 因为 新加坡的 野村 有贷9亿 我们台湾这一些银行 才被 同意去参加他这个年代案 所以他们应该以这个理由 告野村证券是诈欺 因为那9亿事实上不是野村出的 根本就是 贷款公司拿9亿给 这个 新加坡的野村 然后新加坡野村 再拿这9亿 来参加年代 他一毛钱都没出 对不对 现在 我看报纸上起诉理由是这样 我想问 香港的野村证券所主导 跟台湾 航库有关的贷款案 除了这件还有哪一些 跟委员报告就是 这两件 一件是叫胡斯特 一件就是那个索利 就这两件 香港的野村 他做的年代案 就这两件 对 主导就这两件 台湾的连贷都是由银行在做这个发起 然后在做连贷 为什么证券公司 香港的证券公司 可以来主办这个联合贷款 他是在香港 他在香港 然后在海外之间就是 联络这个台资银行 那因为 我们的那个银行 相信说他参戴的比例相当高 到最后这两件事件发生之后 我们就送连珍把这个事情注记 然后也支持 银行团去主张他应有的权利 好另外一个问题是 台湾的证券公司是不可以去放贷的吗 为什么香港的证券可以 是法令不同吗 对 因为那个 其实他们那个投行 他们那个证券公司 是类似是在国际上是投行 我们这边规定的比较严 就是我们这边只能做成销 而不是做那种投行的业务 好那我另外再问一个问题 因为台湾的这些公股银行也好 私人这个是民间的银行也好 在中国有分行 通常香港也有分行 那只有现在统计的是中国的分行去参与连带 遇到的倒账 香港的有没有清查 我们台湾的民营银行也好 公民银行也好 香港的分行有没有去参加这种连带 参加野村的这种连带 这两个案子我们会再查了 但是就是最主要就是银行自己 他决定是由哪一个部分来参戴 如果这样子说就是要请教一个问题 因为媒体上有讲 说对中国的受信 我以为不一定都会显现在大陆地区的报表 因为你们根据的是大陆地区的报表 中国地区的报表 因为有一些香港的分行或是OBU的贷款 目前还有两家民营银行的预放笔 没有列在这个表上 意思是说媒体掌握至少有两家民营银行 也有这样的状况 各位报告最主要是子行的部分 没有列进来大陆的子行 因为他是跟大陆设立登记的 媒体是讲香港分行还有OBU 子行是另外子行 我认为子行也有可能有隐藏的 我现在就是要弄清楚到底有多少 这个东西要仔细了解 详细了解到底总金额是多少 这个我认为很重要啊 谢谢委员提醒啦 我想我会请他们把那个 所以你们没有 不如媒体掌握说还有两家 这两家不一定是公营的啦 因为他没有讲是不是公营的 过去发生的行刑 我想请他们去调查清楚 那时间点也要努力的清楚 因为这个责任不同嘛 在谁的任上哪一个董事长哪一个经理 发生了放贷现在倒账 也不能够说前面的人做的事情 叫后面的人背黑锅嘛 所以弄清楚 刚刚张局长讲说有子行 那可见子行可能你们的资料里面子行没列 可不可以子行的也列出来 我们会叫那个银行局去查清楚 尽量查清楚啦 好 那如果这两家我还有继续的问题 这两家 能公布吗 在法律上能公布吗 如果是民营的能公布吗 您讲的是那个香港这一部分是不是 香港还有OBU 这是媒体的报导 我们的计算里面 我们现在有个现行计算的规定 如果他的那一个 我的意思是说有没有涉及隐私啦 没有没有没有 所以可以公布 一切依照我们的计算方法去计算那一个 金额多少也可以公布 个案的金额我们不方便 整体的统计我们可以来说明 整体的统计也可以说明 对 好那我是要跟你说明说 因为我当然财政部有给我报告啦 金管会还没给我 那因为财政部已经给我的金额还没给我 我希望你们给我的报告里面 更清楚的把这些东西讲清楚 好不好不然财政部 请我们的银行局 简而言之就是说财政部 虽然给我有报告 但是我看了之后不是完全满意啦 我认为还有一些东西 是没有讲得很清楚的 那因为我同时跟你们两个机关 要报告 所以我希望你金管会这边的报告 能够就我刚刚讲这几点更详细的 清楚的报告好不好 那根据今天的主题 本系要表达我的看法 对于能够更加的透明化 我是支持的 我是赞成的 第二个 对于这个国安基金 当然这个不是你主管 我也是因为剩下一分钟 我想市场不用上台 我就讲 把我的想法讲给你听 进场 经过决议进场 当然是ok 因为目的是要达到护盘的目的嘛 国安基金就是在这种很超级变动 然后非市场因素的理由之下 你才要进场去安定 退场的时候不要敲锣打鼓 退场离开 悄悄离开 这个我是赞成 但是离开之后 一定的时间 看看你们觉得多久之后 给本委员会一个报告 我觉得这个是有必要的 所以今天曾明中委员这个提案 虽然党外不同 但是他有很多的提案 的那个主要的那个精神 本系是认同的 因为在这个越来越民主化的时代 只有越来越透明化 才能够防止更多的弊端 希望两个单位能够作与参考 好谢谢 谢谢 我们参考 接下来请黄国昌委员质询 谢谢主席喔 是不是可以麻烦有请丁主委 黄文言你好 主委你好 很想请教一下 你们什么时候知道 今天要排 奇惠交易法的这个议程 是不是上礼拜就知道 应该是上礼拜知道的 对 那你们什么时候送报告来 昨天 昨天 你们昨天什么时候送来 下午 对啊 我可不可以拜托主委啊 是 你可能刚上任 是 我也第一次跟你碰面的时候 我说我愿意给你们时间 好 但是这是很基本的工作 好 我们今天要审法案 结果你昨天下午才把报告送来 是 那让大家要整个晚上 开始去找那些资料 去准备今天这样的议程 然后你们有一个多礼拜的时间 结果 我知道中间有休息啦 但是我知道你们上礼拜一就知道了 结果送来的报告今天 曾委员刚刚对你们还有非常多指教 是 第二个问题 曾委员说这个条文是 上一届的政旗局给他的 这件事是不是真的 我 我不晓得 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你们通通都不知道 不是我觉得很奇怪啊 如果是上一届金管会的政策 你为什么不敢自己提 为什么会有政旗局绕过主委 偷偷的把他要的条文 不要说偷偷啦 这样对曾委员不好意思 光明正大的把条文给曾委员 请他帮忙提 是 我知道啦 但是这个行政是一贯的嘛 所以我现在跟丁主委讲这个状况 是以后如果是你们政策立场 就把他提出来 那第二个是 那第二个是 我必须要呼应曾委员所讲的 我对你们今天所提出来的这个报告 是 我也很不满意 好 那特别是 如果之前前面还有你们政旗局的同仁参与的话 就每一个立法的要点 他到底是参考哪一个国家的立法力 是 那那个国家立法力的规定是什么 那跟我国有何不同 这个是交报告最基本的要求嘛 对对对 那但是我今天在这个报告里面我完全没有看到啊 没关系那细的问题我们等一下 讨论条文的时候或许可以进一步讨论 那我希望以后尽管会在 处理这种报告的时候能够多用心 谢谢 然后 接下来喔 这个是上个礼拜 的新闻 你有没有听过幸福人寿的套公案 幸福人寿 保险局的可以上来帮忙 这件事情你知不知道 跟委员报告 幸福人寿我们接管之后 对他的一些违法的行为有进行民刑事的恕罪 没有关系啊 我现在就是要跟你处理这一件事情啊 这个是在第一审刑事庭延迟辩论的时候 检察官当庭控告所讲出来的 说这个人啊 他不是归于返乡 他是恶于返乡 霍国殃民 史上最恶职的董事长 接手的时候禁止负164亿 政府接管的时候负239亿 犯罪的时间长达6年 犯罪的时间长达6年 犯罪所得有127亿 我现在就接下来 我要开始问 这个是幸福人寿转手的过程 你也知道嘛 本来从中国国民党的党营事业 结果交给邓文聪他们 然后搞的乱七八糟的 接下来金管会 出来收拾烂摊子 然后最后再交给国泰人寿 这个是整个交易的过程 我现在要问三个问题 金管会 真的有散尽监理的责任吗 我刚讲喔 检察官在论告的时候 说犯罪的时间长达6年 这6年的期间金管会做了什么 是跟委员报告 其实这部分 他的违法行为 很多都是涉及在国外 所以真正在追查的时候 当时在追查的时候 事实上是有一些海外的部分 在监理上的时候 是比较有些困难的 那该进行监理的程序 检查或者说 没有关系啊 我们一样一样来对 金管会具体的作为 去年三月的时候 包括了律师 包括了法学教授 包括了公民团体 就对于金管会 就对于金管会 后来出来 接这个烂摊子 表达了强烈的谴责 追问一个事情 这件事情 为什么是全民买单 针对他们所提出来的 指引金管会 发了一波又一波的声明 2015年3月20号 监管前 金管会已经加强管理 然后检查 涉及不法行事移送 并无放任掏空 监管无效等行事 你从检察官他论告的内容说 犯罪的时间长达六年 你觉得金管会的监理是有效的吗 跟委员报告 因为日常的监理 其实都一直在做 那刚刚提到说 他大股东的一些个人的一个 在海外的违法行为 那部分在 因为涉及到海外的部分 我们确实是比较难监理的 所以就变成了 是你现在也愿意承认说 这个监理 没有办法实际上面 在他出现这些犯罪行为的时候 就达到先预防的效果吗 跟委员报告 这部分其实我们在 国外投资管理办法 之后已经有做了一些规范 包括他在海外的一些 这个部分 有关会计室的部分 必须要做一些查核的报告 所以这部分在我们之后 然后有一些要求 他们移回来国内保管 后来我们在国外 投资管理办法里面 已经做了一些修正 没关系喔 检察官抗告理很清楚的讲 接手的时候净值是-164亿 那等于是他的前手给他的时候 他的前手给他的时候 就是-164亿了 这件事情 幸福人寿 大家讨论了 質疑了非常久 结果你们金管会 一波又一波的声明 在撇清责任 在帮这些党赢事业表白 说2006年由中央同资公司 给邓文聪的时候 超过8年 是一般保险公司 不是国民党的党赢事业 你如果讲 接手给邓文聪以后 不是国民党的党赢事业 这我可以接手 但是如果在他接手的时候 已经付了164亿 最后的这些钱 是由谁买单 基本上对于这些 经营不上的金融机构 我们都希望有股东来自救 所以他虽然禁止为付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实施PCA 所以之前我们在监理上 都会尽量要求他们能够自行 股东自行 能够增资改善 他有增资吗 有增资 但是 增资了多少钱 2亿 这个可能有数字 这个 赔了100多亿 最后都是全民买单的 跟委报告 那最后的部分是因为 为了金融稳定 为了保护的权益 所以在进行一些接管 然后你们一波又一波的声明 发出来 就是在帮人家表白 外界所质疑的 入党 送保险 的事情 白纸黑字 中国国民党党员保险实施要点 都已经写出来了 老早就被公开了 你们发的声明还在帮人家表白 然后你们 我们一样齁 在2015年发的声明稿 4月2号 说 绝对 交割以后 不会有求偿 无门的状况 来我们现在来进一步检讨求偿 现在求偿了多少钱 因为现在目前还在进行当中 那刑事因为有些民事的追偿 必须要有一些证据 所以可能在配合刑事的侦办这部分 去取得多一点的证明 没有啦 我会问这些问题我一定有准备啦 今年 有没有跟邓文聪起诉 民事诉讼 民事诉讼已经起诉 我们已经对他的财产进行了保全处分 第一审的判决结果是什么 应该还没有判决 第一审的判决出来了 一个2月26号 一个5月19号 邓文聪个人 邓文聪个人 保险案例基金接管小组 全部都原告知数驳回 我不知道委员指是什么 因为这个案 他的很多案子 目前都还在进行当中 你说你不知道我在指什么 我这些台北地方法院 104年众数字667 104年众数字783 这些判决我全部调出来啦 是 各位报告 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我们现在是指定安定基金当做接管人 所以有关诉讼的部分 是由安定基金以接管人或接管人 没有关系喔 因为金管会敢发这些声明 去驳斥外界的质疑 你们发的声明你们就要自己做得到 我刚刚已经讲过了 2015年3月 你们跟大家说绝对不会求偿无门嘛 我到目前为止看到的 到目前为止看到的 两个金额标的比较大的 全部都是对这个史上最二指的董事长 针对他在那段期间当中 长达六年的胡搞瞎搞 提起了两个民事诉讼 第一审全部都败诉 你要别给安定基金去当接管人 他们去做没有关系 但是金管会 你们有没有办法逃避的责任 接下来的求偿到底是玩真的还是玩假的 全部的人都在看 我现在在问一个问题喔 就是你们 当初用安定基金的钱去所谓的赔付啊 我看了保险法 143条之3 他讲的是电支 请问电支跟赔付有什么不一样 电支的部分就是由他提供这个资金给承受的这个机构 提供他 接下来能不能够对要负责的保险业者求偿 他可以去代位求偿 这部分应该会在将来他如果进行清理的时候会再进行 我为什么要将来 对于经营不散的保险业有求偿权嘛 啊你们又发了声明稿 去年三月就告诉了社会大众 也打脸了那些跳出来质疑的 法学者律师公民团体 说他们胡说八道 我看整个案子到今天发展的经过 去年他们提出来的质疑很有道理啊 绝对不是胡说八道啊 先跟委员报告 其实在一部分 二十一的部分 我们其实已经追回来了 所以其实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已经努力在把这个相关的部分 做一些追偿的动作 接下来齁 接下来 金管会 在做的很多作为 我相信大家都会用 非常严格的标准来检视 不要忘记了 你们是金融监理的机关 一次又一次 发生了这一种掏空的事件 搞到后来是全民买单 赔了好几百亿 这种事情 大家都已经受够了 我希望新的金管会 在你们这个任期的任期 进行的当中 应该负的监理责任 就要进好 那接下来 对于这两个保险公司 不管是行为人 还是那个保险业者 应该要负起的求偿责任 我希望你们不要放水喔 你们所有在进行的诉讼 所有在进行的诉讼 我会非常仔细的追踪 该追回来的钱 就要追回来 如果是因为你们 刻意的放水 而导致国家承受损失的话 金管会要负责 谢谢委员提醒 我想我们一定会照 委员这意见去做的 OK好谢谢 好谢谢 接下来请赖事保委员咨询 主席各位先进 首先先请一下 国安基金会的执行秘书 我们的苏次长好不好 委员好 来次长你好 你接长国安基金 什么时候开始进场 520 520之后 国安基金 有没有进场 那个时候已经退场 所以都没有到现在为止 都没有 4月中退场 4月中退场到现在 就没有进去了 都没有进场 你可以讲 现在目前手上 总有多少钱在里面 呃 这个 不能讲 反正这有一些啦 对 有一些啦 那你认同今天案子吗 就是以后退场 你自己决定了 关于那个三个月的部分 基本上 我们是同意的 但是进场 退场的部分由 执行秘书来 就由你决定了 呃 我们希望是经过委员会的授权 就你你认为责任也可能太大了 不是因为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委员会来自各党团的推荐 如果万一 当各党团的委员 对这个退场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 好 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讲哦 因为过去的前财政部长 我们当然这个 呃 虽然政党轮替啦 但是大概 接部长的都是你们在财政界的嘛 呃 呃 李树德就讲了一句话说 国安基金应该最好能够 来无人去无中啦 来无影去无中啊 去无中就是 当然就是 你自己搞定就好啦 所以你扛不起 不是 不是扛不起啦 因为 你不愿意扛 委员 委员的委员会 委员的这个 他也可以授权啊 他也可以授权说 进场的时候委员会决定 退场的时候你决定 开了会通过也可以啊 你不要 我还是尊重委员会的决定 所以你希望 进退场全部是委员会决定 不要你决定 委员会通过以后我就 执行 授权咨询 所以520到现在都没有在进场 因为事实上 这个资本市场也满 安定的啦 应该也是满正常的 好你请回 我们请一下丁主委好吗 来 主委你好 賴文英好 你这个口才跟太极公是一流的啦 没有没有 我希望你实问实打啦 你不要常常 我们再问你这个 你都会打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喔 这个太极拳高手 没有没有 好 我对你是希望能够你实问实打 谢谢 你谈到那个angel fun 你的构想是什么 是 这些金融业的人 交一部分的钱 给你来管理 到底是 谁管这一部分 你能不能讲得清楚一点 因为你提出了angel fun的时候 包括宏基的创办人 宏基集团的传承们 施政隆都批评你啊 代表你提的那个东西啊 谢谢委员 来来来主 我跟你讲 我话没讲完 那我讲完 你跟张景森啊 属于头脑就转得很快的 都犯了一个大头病 叫做官大学问大 我再讲一遍 叫官大学问班 你官当然很大 所以你认为啊 你可以主宰一切 啊 对不对 张景森你看 叫百贵公司这个下午的时候停业 是不是 因为省电 是不是 当然后来被林权打脸了 同样的 你现在这个angel fun就有这个味道 这个大家尽social responsibility 尽社会责任 没有企业会反对啊 但是你这样子定下来 定一个angel fun 这个东西啊 这个东西我觉得你那手啊 撈过戒了 伸到这个企业的内部的公司之旅 是很不得当的哦 是很不得体的哦 那主委跟你讲话 这样子啦 我想在这个委员给我有个机会 在这边稍微解释一下 那其实在过去这些年里面 我们看到的整个经济体系 我们说如果按照 我说我们过去已经做得非常好了 那这时候呢 可是呢 环境整个在改变 然后呢我们的真正的台湾的 真正的那个就是说 储蓄大于投资啊 金额蛮高的 那这时候呢 那总共累积 像从95年到现在为止 大概有14兆 所以说这个金额啊 就是说全部涌到了银行跟保险去了 因为它是那个 最后存量在这个地方嘛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 如果这个地方情势不改变的话 未来会越来越严重了 那这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像去年 大概就储蓄大于投资 大概2兆5000亿 有一兆大概进入到那个银行 一兆五大概进入保险 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 是不是要替大家能够想一些 就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那我们才提出这个方向来 提出一个想法来 那这个想法呢 我们说要经过 我们的外面的 各种的意见的一个交流 一个讨论 所以说 并没有说是 强迫或什么的 绝对没有这个意思 而且呢 我们也注意到封锁的控管 我头发痒啊 你抓我的肩膀的部分 没有没有 真的 你没有烧到痒醋啊 我都问你题目 是说你怎么处理 你现在只是概念 所以 还是打太極拳 不是 不是打太極拳 我现在问你喔 你刚刚讲说 金融体系有一兆 保险一兆 对不对 那我们就讲具体一点啊 所以 那你Angel Fund size多大 不是 你要不要乘一趴 比如说一趴 那就多少 就一百亿啦 对不对 兩趴就两百亿啦 不是这个意思 兩百亿就拿出来 不是这个意思 真的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委员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 我想这段非常谢谢 我一直在外面一直在讲 就是说 我们希望我们的银行保险 这边风险也要控管 所以我们那时候希望就说 你们就你们赚的钱 里面再来提供一些 赚的钱赚多少 银行大概去年 一百零四年赚了三千七百亿 三千七百亿嘛 然后那个保险赚了一千三百亿嘛 不是 你要告诉我提多少出来 所以说 所以说刚刚讲的 提多少 我们也说 要给大家讨论 那时候真的是这个样子 不是说 我刚刚讲 对啊 你这个犯了一个毛病 这个叫Hit and Run 没有没有没有 打了就跑 没有没有没有 就是说 我们希望的是说 让大家又自愿的 不勤不补啊 你就讲说 我心目中 对不对 因为Angel Fund 其实风险是比Venture Capital还高啦 大家都知道 是高风险的 所以我们就说 高风险我们不希望它 可是因为台湾 穿你这个创业人口 已经到了8.2% 是 这是根据一些的统计 快到10% 是 年轻人这给年轻人的机会 蛮好的 对给年轻人机会 你鼓励 但是你心目中有一个size 你说 我鼓励这个意思 拿一趴出来可以吗 三千七百亿 你就拿一趴 每年就三十七亿 非银行的那边 也是三十七亿 total size 我们凑到一百亿 这一百亿呢 我们金管会 是不是 我们伟同什么机会 有个机制 有个平台 年轻人来这里申请 你这样放一个炮 他在心里 喔好耶 丁主委好耶 喔鼓掌 可是下一句 没有了 没有没有没有 我想就是说 要各个那个 刚刚讲 我们会一直在跟金融机构 在座谈 不是啊丁主委 什么具体都没有 只提出一个 哦 我当然也知道什么 天使基金 了解了 请问你所提的 跟国发会 已经在执行的 天使基金的方案 有什么不一样 没有 他那个是他那边去做的 我们这边希望就是说 我们这边的金融机构 整个为社会多尽一点力 这是这个意思 你们两个是联的啦 拜托 你们是同一个政府耶 不能尽管搞一套 国发会搞一套啊 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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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当然如果未来就是说 要怎么去运用 我们也可以经过大家来讨论啦 并没有说是 所以 size多大你也没有 对不对 你也没有构想 你很像那个全序部的部长一样 没有没有没有 有关于年轻的改革 怎么改不知道 我们明文规定很清楚 所有的公务员 最大宗的最大的主管 叫做全序部部长 然后他在年轻改革 一点观念都没有 一点sense都没有 然后就是说 来听大家意见 那个真的要听听大家意见 我们那时候非常的让他 就是说各位的意见 我们要把怎么样 来来来来处理啦 我做我求给你啦 曾主委不在啦 曾主委当主委的时候啊 是 曾委员当主委的时候啊 他说啊 我们鼓励加薪 所以就成立一个 叫做加薪指数 高薪指数 或者加薪指数 whatever 是不是 就是我加薪幅度比较高的 或者薪水比较高的 这些企业呢 我就纳入100 加薪100 或者高薪100 是 推出个指数 我现在做球给你 你要不要接 你推出一个 你就研究 有没有可能 推出一个 叫天创指数 天使创业基金指数 天创指数 假设这个名字啦 或者天使指数 都可以 对不对 如果有人提供 纳入 这些企业 这就是什么 就是鼓励年轻人 提供年轻人的资金 这样子的企业 我把它纳进来一个指数 大家可以买 这个指数 就等于投资这家企业 可不可能 你知道我意思吧 我知道 賴伟言的提醒 我们都会把它摆在 整个考虑的范围之中 因为我们刚刚讲 我们在收集各方面的意见 那我现在告诉你 我有这个意见 好 我谢谢 好不好 你一个 两个礼拜以内 可以给我答案吗 我们会把它摆在 我们的提议意见里面 好不好 就是你就放一个叫 天使指数 或者叫天创指数 没有 我们会把那意见都放在 整个过程之中啦 要不然的话 我就回到原来科班印象喔 因为我每次问你的时候 你都识问虚答 没有没有 你只是打太极拳而已喔 没有没有 你问东西回答我虚啊 没有没有 我想把那个事件 就说要听各位 外界的意见听清楚啦 是真的 就是我们在召开 那个会议 另外有外界在说 你们要研议要 调降保险业的RBC 不是调降啦 要重新计算 什么叫重新计算 因为就是RBC 它每半年要计算一次 那他们就是说 那个计算的时候呢 其实 我知道以前所计算的 那个内容 那个里面就是说 那个 就是说 它股票跟ETF 系数相同的 其实这个地方是 它风险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是要重新计算的 你们有变成一个浮动的概念吗 比如说多头的时候 就踩高风险系数 没有没有没有 空头的时候低风险系数 有这回事吗 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这回事 系数是一致的 但是我们那时候说 有人就问我 那时候在过去 还没当主委之前 就有人问我 就是说 那如果我们就是说 有钱去买了 这个ETF的话 那这时候呢 ETF如果在年底评价的时候 如果下降的时候怎么办 那我们跟他讲说 那有一种购买的方法 就是说 要反景气循环的购买方式 是购买的方法 不是要调那个系数 用反景气循环的调方法 我想那个 大家有点误解 外界有点误解啦 外面是很大的 给你打很大的问号 你如果这样弄的话 外面一直在解释 讲清楚 因为RBC基本上 是一个很重要的 在保险业的一个 我们当时非常承认 RBC系数没有讲 那就是说 各种系数计算 可能ETF跟 最后一个问题 最后一个小问题 你自己最有定位 你是金融市场 你是给他发展多一点 还是监理多一点 平衡的啦 这个以前 跟没有回答一样 曾主委就是这样讲的 曾委员他那时候以前 当时就是平衡的 双亿原则 那我说过去做的好的 一开始啊 其实 你才感觉你是要 发展多一点 特别你提了几个概念 是 天使基金是不错的 包括什么 加乘融资 是是是 可是 再后来就没有了 有有有有 大家觉得你都空空的 没有 正在做 跟总统你像 就空空的 在搜集外面资料 我们说如何做得更好 跟您报告 谢谢 我们先预告一下 我们在在场的委员 都寻答之后 也就是本席 咨询完之后呢 我们要休息 接下来请 徐国勇委员咨询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们是不是请一下 这个 丁主委 徐委员你好 丁主委 我先简单把几个 我做的 部分的几个问题 先让你看一下 第一个 这个我们 奇交法107条修正 有几个疑 第一个就是 内部人是否应该 增列旋转门的条款 那这一部分 似乎还没有看到 大家的意见 我希望这部分 你要做一些研究 还有 内部人如果利用 亲属或人头持有期货 到底要不要纳入规范 这个我们要看一下 第三个是 就是处罚内线交易 它保护的法益 到底是什么 那我们知道 在期货里面 如果是指数交易 现在是占多数 但是也有个股的期货 那个股期货 可能现在交易量 没那么大 但是可能也会越来越大 尤其重要的这些物资 有可能 有可能 当然 似乎 这个 期交里面跟正交的性质 也不太一样 所以保护的法益 是不是 就把正交法的直接移过来 这样就好了 诶 这个是有问题的喔 对对 好 我先提醒一下 也就是我提到的 保护的法益是什么 我们要确保 资本市场的稳定跟公平 或者是 招诈期而进行 这些相反买卖的这些人 所以我要讲的是说 保护的法益 这整个市场的公平性等等 透明度等等 资讯的不对等 我们必须去 用分配的正义 或者是来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 应该要考虑的 第四个 是不是应该将 发行公司本身也纳入 内线教育的主体 当然 我们知道公司本身是不会犯罪的 犯罪一定是公司的代表人 他的行为人 不过公司本身是可以罚钱的 所以我们 公司在刑法里面 法人 一样是可以用罚款 重要的 这些来处理 那也会让整个公司 纳入刑法制裁的范围 这个似乎 我没有看到 大家都就这方面有所讨论 我先提出这个问题 是 这几个问题 你认为重不重要 重要 要重要 要研究 是要研究 好 再来我们再看 中信金 大家看到了 空单爆量 到底有没有人知道搜索 大家都在怀疑喔 甚至有媒体 也告诉我说 要搜索那天 我们就知道 有金融机构 会被搜索 在前一天 在前一天收盘以后 我是听到 我在立法院有听到 某一些人在提到说 某一家上市公司可能会被搜索 但是他没有讲说是金融机关 上市公司那么多 所以搞不清楚是哪一家 可是 竟然 中信金 放空的这些问题 我现在先请教主委 是 我在查不 是 有没有在查 这一部分有没有在查 跟委呃 委员配报告 我们其实 就是说 我要这边再说明一下 也对大家提醒一下 其实在我们政界市场交易 凡走过必留下痕迹 所以你意思说 你在查咯 当然在查 当然在查 对对对 我们希望 赶快给 广大的 投资大众 尤其这些散户 要给他们一个交代 对我们会把查的结果 送给检调单位 因为这个东西 可能就变成 他在 就是说要 如果有所谓的内线 或者是炒作的这种情形的话 那是行责欸 那是非常重的 所以那个东西 我们行政单位查完之后 只能给检调单位 因为我看那个交易 那个龙卷本来都是平的 突然间砰一声都跳那么高 没错没错 那个是太离谱了 那个是很明显吧 增加了八九倍了 对啊 没错 怎么会这样子呢 好这是 好我们再看 利益回避 那这个庄政啊 曾经是金管会的 助会的检察官 也曾经是 这个特征组 在侦办红火案的检察官 结果陪着 他到特征组去 虽然后来他没有进去辩护 那因为我是律师 我当了三十几年我了解 我们律师规范里面有提到说 当两方当事人 我接受了一方当事人的咨询以后 或者知道了他的一些事情以后 我就不能接受另外一方 连谈都不能谈喔 不是接受委任 或不接受委任问题喔 连谈都不能谈喔 因为这个违反律师伦理 好再来再看 律师公会发表声明 觉得这个有问题 律师公会本身要进行调查 我在这里要提的就是说 内线交易的很多 他的管道 包括这些消息出去 我们看到了这个 所以当时 红火万办的过程里面 有没有放水 公不公道 到底有没有 去教唆伪证 从这里 我们真的是不得不质疑 好再来 所以另外我也提出一个 这两天华雅科的问题 到底是内线交易 要不要暂停交易 还是怎么样 因为现在很多投资人 非常的不满 因为他们受到了损害了 是 他们受到了损害了 这一部分 有没有在查 谢谢 我想那个 刚刚我有讲过 只要是里面有疑虑的 我想那个 我们反走过币的乱恩机 是谁买的 谁卖的 以及那个内容 我们想我们都会 请他们去了解 最后 我提出了 好这个 你们都了解 这是你们的法律 我就不再讲 好再来 最后我提出三个问题 在有这么多一意下 那对今天的修法 这是我要提出的 有没有 是不是要针对 期货的内线交易 要进行大动作修正的这个必要性 所以就是今天要讨论的 那必要性在哪里 哪一部分 好第二个 大动作侦办股市案件前 大量异常的这些空单事件 层出不穷 那金管会的对策 到底是什么 好 重大金融案件凸显 偵查主体利益回避的问题 就是刚刚我特别提到的 检察官的问题 这状正 这让人家实在是 没有办法去接受 再来 证件 证交所 本次没有暂停交易 有关法雅科 到底有没有疏失 像这些 所以这个 我这个问题提出来以后 我希望等一下要思考一下 就是今天 包括今天的修法 那今天当然正名中委员 他非常认真 我们实在是佩服他 当然 因为他当过金管会的主委 这些都是在他金管会主委里面 所研究的 也委外研究出来的结论 他觉得好像没有落实 他离开了那个位置 现在赶快要再继续落实 这都是好事 不过 对于 这几个条文里面 好像 第三项 第四项里面本来的行政命令 我们比较没意见 不过后面 前面已经有直接间接的这些人 后面又直接间接这些 我觉得这个是有问题 等一下我跟正名中委员 我会做一个讨论 是 那 我希望说今天的修法 你们的整个思考 我刚提出这些意见 等一下我们来协商的时候 会再提到 好不好 好 那你请回 我要请一下那个 我们正次好不好 国安基金啊 如果在进场的时候 那决定要进场的时间出来以后 同时决定 退场如果交由 执行秘书来决定 可不可以这样来做这个决议 可以吗 应该是这样讲 因为退场的时机 进场大概很明确 但是退场的时机 有时候是非常不明确的 不明确 如果说 他授权执行秘书 自己来做决定 这样可不可以 在现阶段 你所了解的 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可不可以 到目前为止没有 没有是吧 对 好 都是经过委员会 结议通过以后退场 那如果 如果说委员会 他不做决议 那像现在修法说 有执行秘书 自己都可以决定的话 刚刚听你回答的意思 你是反对 反对的真正的理由是什么 第一个 这样赋予执行秘书 这个责任太重大了 责任重大 表示对你尊重 但是有时候会睡不着 有时候睡不着 再来呢 这个理由 不够坚强 但是算是理由 不够坚强 第二个 第二个是因为 委员会 这个国安基金管理委员会 里面的成员是由 各党各派所推荐的 那每一个委员 他的意见都不同 那如果由执行秘书 单独决定 所以要退场 那到时候 如果委员 意见不同的时候 那追究起来 责任是由执行秘书 这边来承担 所以换句话讲 退场的时机 才也应该要让每一个人 有发表意见 也许有人认为不必退场 因为那个是各个党派都有嘛 那各个党派都有 如果说有你直接 一个人来决定的话 那就产生没有共识 就会很大的争议啦 会产生争议 这个理由是比较坚强一点 这个理由是比较坚强一点 所以到底怎么样 我们等一下讨论 不过 对于 应该要 如果进场 在退场以后 那应该也要向本委员会报告 或者向立法院报告 来做说明 三个月内的 这一个修法意见 你个人认为呢 这个没问题 我们当然尽量 再配合 好 那我个人也是赞成 应该要透明化 不过 我对政宗委员提到的 我倒是个意见 就是说 进场 要不要在三个月内 马上跟财政委员会做说明 这个我倒是还保 有点保留 为什么 因为有时候他一进场 进场三个月 就像我们上次一进场 好久 进场好几个月 那都已经进场三个月了 都已经过了三个月了 这时候要报告 万一这个一报告 刚好要退场或怎么样 那是不是 或者是一报告 反而变成不能退场或怎么样 这些都会变成有一些问题存在 所以如果是退场以后 那要做政策的说明 那把它透明化 这个我赞成 那第一个当然 我还是有一点意见 等一下我们再来讨论 这是我对于今天修法的 以及现在刚好 社会发生的这两件事 那让大家去思考一下 包括你们财政部也要去思考 好 感谢 好 谢谢委员 接下来请余稳如委员咨询 主席 郭委员 各位先进好 有请苏次长上台 苏次长早 就是你担任财政部次长嘛 就是想当然的这个国安基金的这个执行秘书 就是所谓的操盘人 本夕有看过你几次的一个就是已经开始发言了 所以今天想就国安基金来就是跟你请教一些议题 我想先问苏次长就是说 你自己过去有没有这个投资股市 我在担任台北市财政局长之前 有持有一些股票 但是财政局长之后我就把它全部卖掉 而且那个都是长期持有 了解 那你当初在就是过去 在担任这个台北市财政局的局长之前 这个投资股市你都是依据哪些资讯啊 数据啊或是指标作为参考 我个人老实讲 我个人投资的经验不丰富 但是我一记的资讯大概就看这个个股 它的表现在未来的前景里面 当然有一些股票是 我买的不多 但是是长期持有 那有些买了以后就是一直没有涨上来 但是有时候还领了不少的鼓励 所以还有没有涨的这种股票 那请问一下就说 那你对最近台股的趋势 有没有什么看法或见解 委员我可以不用回答嘛 因为我一回答的话 就会影响到市场的行情 怎么可以咧 就是最近这跟我接下来要问的 这个议题也很相关 我怕会影响到市场 你现在先不要针对这个部分 你等一下我问你再回答也OK 那我想就是请教这个苏市长 根据国安基金第八条规定 就是如果国内外有重大事件发生 以致就说民众的信心不安定 导致国内的资金市场 或者是金融市场失序变动过大 国安基金会考虑进场 那目前苏市长是否有看到 国内外的一些金融变局 目前大概纯粹都是经济因素 非经济因素倒是不多 目前为止还不是 有一些重大的非经济因素 因为国安基金要不要进场 最主要是非经济因素会比较大一点 是非经济因素比较大哦 对 那最近就是大家在讨论 就是说MSCI要纳入这个A股 作为一个指标的评估 那你们有针对这个 国安基金有针对这个开会吗 没有 因为现在已经是退场了 那我们会持续关注 没有 可是大家评估说 如果纳入A股的话 这影响的资金大概是上兆 那对于台股的这些冲击 你们有去做相关的资料的检视吗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因为国安基金进场一个条件 就是说如果外市有大幅撤出 或是进出市场的时候 那这个条件如果成就 那干扰到市场 有干扰到本国资本市场的意图的时候 还有金融市场嘛 对 所以在这个条件成就之下 我们才会考虑去做一些动作 但是目前我们评估的情况 大概是 还是持续关注 持续关注 那这个MSCI纳入A股的评估 这个讯息已经公布了吗 目前好像是今天要公布 我了解 我每天都有干报时 是真的要关心 不是说事情发生了 我们才来救急 但是就说针对这个操盘人 对于说 这个国安的这件 就是金融影响事件 我还是有点忧心 因为现在这个联动非常深 非常深 那接下来有三件 这种国外重大的金融事件 我也想请教次长的意见 第一件就是说 现在大家都知道 美国FED跟日本央行 明天会相继宣布最新的货币政策 FED如果涨的话 升息的话 资金会回流到美国 如果它不变动 大家又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对于经济复苏 没有信心 这样也是干预全球经济 也是一种干预 那次长你知道 这个FED不管升不升息 或是日本央行的这个决定 对于台湾的影响 是什么 有做评估吗 有开会吗 我可以这样讲 就是因为FED升息的话 基本上就是资本会流到美国去 那对于国内资金 外资会不会流到美国 这个是一个观察的重点 那如果外资流到美国的话 那对国内的股市的影响 或金融市场的影响 这是我们后续要观察的 这是第一个 那跟日本也是一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一部分的话 我们会后续持续来观察 但是我所了解 就是我最近看了这个国外的报导 这个FED要不要升息 目前还是在未定之处 是啊 还在未定之处嘛 所以我们会密切的去观察 那另外就说现在这个拖英公投 次长你知道大概什么时候会有结果 大概应该是 我了解应该是这个礼拜或是下个礼拜就 下礼拜 6月23 6月23 都是重要的日期 那拖英公投现在也是很尴尬的地方 说赞成跟反对 其实是这个伯仲之间 那这个拖英公投如果是赞成的多的话 那对于这个全球经济也一定有它的影响 那再另外一个 日前IMF公布了中国企业的这个债务飙升 已经高达GDP的145% 那这个坏账水准高达GDP的7% 相当于这个23.5兆台币 无论是这个FED 这个还有日本央行的这种新的这种 这个政策公布之外 或是英国拖英的这个公投的影响 或者是IMF的新的 针对中国的这个坏账的数据公布 其实都是我们近期很重要的一个 国际经济的大家关心的 金融资本市场关心的一个事件 那我想知道 市长你们现在有没有 这个针对这部分 就是做会议讨论 我可以很诚实的跟委员报告 事实上我是每天 因为我本身也是经济协者 我每天都有关注 这些国际经济的情势 那如果说产生相对 比较重大影响的时候 我当然会提醒主政委员 看看情况来召开这个会议 但是我目前的一个情况 就是这些变数 比如说中国企业在乎飙升这个 我们都有持续在关注 是我不怀疑说市长的这个专业能力 只是说你过去的投资绩效 是比较保守型的嘛 投资这个长期拥有的股票的经验嘛 那我只是担心说 就算你有幕僚给你建议 你怎么 你毕竟是一个超盘人 你必须得做出一个决策 你会怎么样去吸取这样的一个资讯 做出一个对台湾稳定的一个决策 那这部分因为我们也有这个委托操盘的这个单位 他们也有一些相关的分数据分析 就每天跟我承报这个国际经济的情况 那我会根据这个他们所分析的数据 不只是国际经济情况 还有他对资本市场金融市场的影响 那我再另外就问就是说 当这些议题这些重大事业真的假设 比如说拖英公投赞成的过了 FD说要升息 美国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坏战水准公布了 真的很惊人 我们当下最快可以多久召开会议讨论 我们随时可以召开临时委员会 随时吗 假设我今天10点公布几点会召开 大概明天就可以召开了 明天才召开 好那召开之后最快可以多久进场 召开只要委员会结益通过的话 我们就准备就绪我们就可以进场 但是也要看因为 也要看这个整个我们能动用的资金多少 是根据法规是上限是5000亿台币 这个手握我这样提醒市长 就是手握5000亿的重大资金 那也希望说这些议题能够多多关注 因为我相信大部分投资人士很关心的 谢谢市长 好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我们招委卢秀燕委员咨询 卢委员请 那跟王龙张委员报告 因为刚刚已经宣布了 卢委员咨询完以后我们休息10分钟 OK OK 主席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先请这个 我同时请这个丁主委跟这个苏市长上台 是两位首长请 委员好 两位首长我先请教一个实事题 到明天为止 小英总统跟林权内阁上任刚好满月 那这段时间我们看到政府的脚步非常的凌乱 有看到这个院长打脸这个政务委员了 就有关于大卖厂百货公司 要不要这个午休 大家到底该家里吹冷气 还是到百货公司吹冷气 我们看到院长打这个政务委员的脸 我们也看到内政部长跟外交部长互相打脸 冲之鸟交呢 叶俊荣说 他是这个我们的领土 结果外交部长说那不一定 结果内政部长跟外交部长互相打脸 脚步非常的凌乱 那满月快一个月了 我不晓得身为首长的两位 你们对于我们的新政府的这个领导风格 有什么样的评论 有什么样的建议 谢谢 我想我们还做好我们应有的工作 谢谢 不敢评论 也不敢建议 那苏市长呢 谢谢委员 我想我是政府部次长 我想我的工作是做好 这个帮助部长把财政工作做好 那你觉得你们内阁或者是新政府 是不是应该要脚步整齐划一 要互相协调一下 那同时呢 大家磨合赶快加强 省得让外界上民众看笑话 你有没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尽量把我们工作做好 谢谢 都不敢讲 没有关系 反正也是一个态度 现在政府有这么 有这么集权吗 首长都不敢讲话 我现在摆着这些东西 跟我刚才讲的 没有必然的关系 不管外界我们今天 哪个委员会在吵什么 林权内阁这个礼拜最重大的议题 就是要谈长照 长照的裁员 那现在已经掀了底牌 是什么呢 就是要加移赠税 以及加营业税 移赠税我没有意见 那第二个呢 它是机会税 我没意见 我现在要替所有的民众 陈勤小市民 大家对于要涨营业税呀 民众惶惶不可终日 非常的害怕 叫我积极要反应 为什么呢 什么叫营业税 要加0.05% 什么叫营业税 营业税 我们每一样东西 柴米油盐酱醋茶 每样东西都有营业税 如果你要增加0.5%的话 羊毛会出在羊手上 难道商人 制造商会帮你付这个0.5%吗 不会 每样东西通通要涨价 所以呢 是到时候物价 飞涨 所有的物品全部涨价 全部的老百姓受害 其中受害最严重的是谁呢 是穷人 低薪族 受害最大的是什么呢 是弱势 身心障碍的朋友 经济能力不好的人 受害最大的是什么 是年轻人 薪水低 薪水又不涨 结果物价涨了 那造成什么呢 造成穷人养老人 你为了这样子处理这个长账 结果你让所有物价飞涨 然后薪水不涨 大多数的比较低薪的人 社会大多数底层的人 他要去养老人 那结果呢 有钱的人不怎么样 那到底按照你们这样刻 按照林权的这个计划 他这个营业税可以增加多少呢 他说可以增加260亿到300亿之间 260亿到300亿之间 为了这样的一个裁员呢 结果让所有物价飞涨 让全民受害 尤其让经济力弱的人 穷人 年轻人 这个身心障碍的人 或者是这个 这个弱势族 去负担这个社会的长造 这样子公平吗 结果 结果你看 昨天赢索税 这两天在报赢索税 光台积电一家 找的赢索税 就可以达到让全部物价上涨 全民受害的 就达到这个裁员 台积电一家就缴了260亿 赢索税 索得税 就索得 结果呢 我们不去从富人税 有钱人的索得税 去想办法 却宁愿让绝大多数 比较弱势的经济力差的民众 去负担长照 让宁愿让物价全部飞涨 所以我今天的小市民财政是讲什么 是讲这个算盘 大大的打错 我们向财团低头 我们向富人低头 我们宁愿牺牲台湾物价的稳定 我们宁愿让物价飞涨 我们宁愿让穷人去负担 老人的或者是弱势它的成长 你这个东西不只是小老百姓不满 连明天你们行政团队 行政院要跟立法院执政党的委员沟通 我早上都听到民进党的财政委员在讲 我不好意思讲谁 说这个怎么陷害我们不义呢 到时候全民反对 我们怎么支持 连执政党自己的委员都不敢举手 物价到时候涨 穷人要负担长照 你叫他们怎么举手 叫他们怎么护航 这是第一个 难道只有0.5%营业税 260亿这样的问题吗 当然不是 它可能造成的结果还有什么 另外第二个 你有没有去算 你们只算到 我如果增加营业税 增加0.5%的话 会收到260亿到300亿的税收 但是你们有没有提出研究 提出研究 会连带的造成多少通膨 有没有这样的指数研究呢 有没有研究 物价指数又会涨多少 如果你只看到税收 260亿到300亿 光一家台积电就可以付得起 结果你宁愿让物价涨 宁愿发生通膨 它是不是黑数啊 所以我们要求 我们要求不能光计算 到底会增加多少税收 成为长造的裁员 我们要求林权内阁 要提出报告 提出研究报告 提出这个黑数 到底你营业税增加0.5% 你会增加多少通膨 搞不好你光这个一喊话 你今天一喊话 你昨天林权一喊话 我已经如雪片般接到 我相信很多委员办公室 都有这样的反应 难怪民进党委员说 他们举不起手来嘛 你知道他怎么面对 所有的民众 尤其民进党这次在立法院 是占绝大多数的委员 都是民选出来的 你知道他怎么 怎么帮你们护航呢 所以呢 到时候连带的 可能这个通膨 不是一等 一加一等于二的问题 搞不好这个通膨 5% 10%的涨上去 物价指数 有没有人趁机重新炒作 民众有办法算吗 这瓶醋 这瓶麻油 这瓶沙拉油 他有办法算说 是不是真的涨 营业税0.5 商人是不是这么老实 还是趁机灌水 本来这瓶 50块 变成80块 70块 你们有这个能耐去查价吗 而且 所有物价全涨 你哪有办法应付啊 所以他可能产生的 真正的通膨 跟物价 你还要加上 社会的心理因素 你还要加上 到时候有人中间炒作 或是上下其手的 所以我今天的小市民 问证是 身为财经首长 经管会的主委 财政部的 这个次长 尤其你们两位 都是林权清点的 一个是跟他同学 一个呢 次长是他亲自理聘的 政府的财经政策 长照政策 经济稳定政策 尤其财经内阁 不能置身于外 你们不敢评论 小英执政 林权内阁 他们的领导风格 这个事情你们总该说几句话吗 你们觉得很有道理吗 那个苏次长 谢谢委员的指教 我先说明一下 就是说 关于这个营业税 加5%的这个部分 按照营业税法第八条的规定 很多民生地息品都已经免税了 所以这个对低收入或中低收入户来讲 基本上是影响是不会受到影响 而且我们在财政部这边也会 研议扩大这个免税的项目 你说对中低收入户不会影响 中低收入户买醋可以免税吗 中低收入户买麻油可以免税吗 为什么你笃定的说 今天加营业税 所有物价所有物品全部涨 他买个泡面他买个油 中低收入户不会影响 为什么呢 你的客观数据在哪里 这个未来都会 你这句话不会引起政治上的风波吗 规划为免税 我们是配套措施 是民生必需品尽量继续免税 这样就不会受到这个5%的这个 增加0.5%的影响 那另外一点 刚才委员所指教 哪些民生 那你既然讲说民生必需品尽量免税 哪些东西要免税 比如说委员桌上这些东西 大概都是免税的项目 然后呢 泡面要钱吗 牛奶要钱吗 面粉要钱吗 米要钱吗 铅笔要钱吗 纸要钱吗 桌子要钱吗 椅子要钱吗 所有我们看到的东西 通通是营业税 少 免税的只有少数 没有 跟委员报告 像稻米 面粉 味精加工的生鲜农产品 这些都是免税的 这些都是免税的 还有 没关系 你把免税的讲 酱油还有奶粉 尿布 这些民生必需品 桌子呢 也是会扩大免税 桌子呢 桌子 椅子呢 你的生活只有这些东西吗 这个是 只有吃这几样东西吗 这个是耐久性消费材 这个是耐久性消费材 或者是他要吃一些 这个点心呢 你面粉不要钱 可是包装袋要不要钱 包装袋它上下游 你们财政部在勾击什么 你只有那个原料不要钱 但是它制造出来成品 里面有没有营业税 也是有啊 不是吗 你拿到叫他买面粉 直接吃面粉吗 不要钱吗 所以我讲的是 我讲的是你要用一个 牺牲物价稳定的方式 然后你要企图 让所有物价飞涨的方式 来筹措两百六十亿 这两百六十亿 我并不是叫台积电 张忠谋出不是 第一个我是说 你应该是向富人拿税嘛 那你张忠谋 我像这样的有钱人 他已经表示他也愿意 善计社会的责任 对不对 他一加就两百六十亿 就是你要的裁员 但是我特别强调 大家不要去把他误导 说我要找张忠谋要解 不是 我是说 如果你这有钱的人 有钱人的所得 有钱的企业家 他的所得 你把他的就像以前张胜和部长时候 把富人税率再调高一些 你两百六十亿可能就有了 第一个你可以达到筹措两百六十亿 第二个你可以物价维持稳定 第三个也不会发生穷人负担长照的情形 那最重要的是这才是社会公平吗 结果你们要用一个制造事端的方式 解决另外一个问题 值得吗 你也是有名的财政专家 我跟委员报告 其实我们有根据学者的研究报告 如果营业税调涨百分之一的话 一个百分点的话 大概他对物价的影响 我们现在物价指数已经创历年新高了 还可以风吹草动 再加百分之零点一八 再加百分之零点二吗 你觉得承受得起吗 第二个 你为什么不去努力调薪呢 你今天大家都在低薪 我们苦于低薪族 年轻人穷人 没有办法调薪 我们新政府上台 不是努力去增加大家的薪水 先把物价调了再说 那你这样子公平吗 你为什么不想办法先给大家加薪 如果你今天给大家加薪 在财政充裕 富裕的情况之下 每个人国民所得都增加的情况之下 可能是适合的 结果我们不图此境 我们先拔毛 拔全民的毛 然后呢 我们一不给他赐料 也不给他加薪 什么时候要加薪呢 什么时候要把我们所有的这些 国民所得 或者是我们年轻人的薪水提高啊 让他可以负担得起物价上涨 你们难道没有做这种配套吗 你只看到260亿吗 跟委员报不是这样子 基本上我们都 未来在这个营业税这一部分 我们会有配套措施 就像刚才讲的 对于民生逼习品 不过我再次强调 我再次强调 国民党人为言轻 不要送题目给我们 你们自己的委员都痛苦 你看所有的民众这段时间 打进所有委员办公室的电话 跟我们所做的反应 民众蠢蠢不安 物价要涨了 光这个心理因素 所有百物要涨 你告诉我面粉没有 奶粉没有 难道直接吃原料吗 我们现在讲的 所有东西都有营业税 小朋友要入学 不用买日用品吗 日用品是免税吗 他不用买学用品吗 他是免税的吗 他不用买书包吗 书包是免税吗 你光讲几样东西 来挤我们所有的民众说 就这几样东西免税 大家物价不会涨 求低中低收入户 你们不会受害 不用说服我 新政府自己的作为 全民自己会感受到 不是我来批评你们 大家会听我卢秀颖的 不会 我只是把他们的声音 转达给你们 你们要解决的是 社会大众对新政府的观感 明天一个月满月 好好思考看看 谢谢委员 好 那我们休息十分钟 等一下我们继续开会 好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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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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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 观看 观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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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 观看 观看看 观看看 观看看看 观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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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看看看 观看看 观看 观看看 這個其實也有相當的專業性在裡面 就是說我們當我們的營業稅調整了之後 它會不會產生所謂的陳述效應 對物價的影響 但是就是說是不是 我們能不能在對外說明的時候 或者未來衛福部 當然也同樣的 就是說在這裡面的話 為什麼做這樣的選擇 那然後它可能的影響 第一個是 我們是不是所有的消費 通通都有營業稅 我家庭一個三口之家 例行的就是說家庭支出裡面 是不是所有的支出 通通都有營業稅在裡面 我們的學費有沒有 學費沒有 學費沒有 因為按照營業稅法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第七條裡面有32項免稅的相關規定 因為學費是屬於教育勞務的給付 那我在路邊攤消費 會不會有營業稅 路邊攤消費的話要看情況 因為 我去市場上面買菜 一般菜市場 農產品 會不會有營業稅在裡面 生鮮農產品基本上是免稅項目 那我的學費的這個部分沒有 那我的房租會不會有 房租的話基本上因為房租屬於 房租的部分基本上不是課稅的範圍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話 如果未來實施下去的話 哪一些的這個部分 他有趁機烘台 趁機漲價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是不是要做什麼樣的防範跟管理 這個部分可能就是要由中央這邊有一個這個物價的 物價穩定小組 物價穩定小組 那這個部分的話會整體做相關的配套 跟相關的處理 我想未來如果確定方向以後 應該院裡面會有一些相關的配套措施 從絕對金額來講 好我請教市場 就是說我們用營業稅的這個部分 是有錢人繳得多 還是窮人繳得多 如果用絕對金額來講 當然消費量大 當然是 以絕對金額來講 應該是有錢人繳的金額比較多啦 相對 這也合乎我們一般的邏輯跟理解 有錢人他之所以 就是說有錢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不是在存款上面的數字 他主要要在消費的這個部分 然後來實現跟滿足 那不是說在我的存... 有錢人追求的不是存款 部上面那個數字的增加 他很重要的一個是在消費上面能夠 那在這裡面的話 營業稅裡面 我想請問 我們來台的觀光客 不管是陸客、美客、歐洲客來講 他在台的消費是不是有營業稅 有 但是他可以享受退稅的規定 退稅應該是在免稅品 或者是特別的免稅店嘛 對不對 他住旅館飯店有沒有營業稅 有 他吃飯然後喝水 事實上有沒有營業稅 有 就是他只要是比如說餐進用餐的話 他就有營業稅 所以在這個部分的話 他也幫我們做了負擔 那我想在這裡面特別重要的一個精神跟意義會是 每一個人基本上面都有營業稅對不對 他只要有消費 只要有消費 只要消費到課稅項目的話 有沒有什麼可能是他沒有消費到課稅項目的 他日常生活裡面不要講特殊喔 他關在監獄裡面 就一般我們的民眾有沒有人可以致免於外的 如果他比如說他自己去買生鮮的農產食品 然後自己烹調食用 那基本上這個就不用 他烹調食用用的瓦斯 那個公用事業的營業稅會有用到這一部分 對 食用油的這個部分還是會有嘛 對 對不對 對 好 所以就是說大概可以這樣子講 就是每一個人都有在營業稅的上面有貢獻 所以就是說在長照的這一個部分 基本上面也是全民負擔 是不是這樣子的精神跟用意 基本上是這樣 好 那我另外再請教 就是說我們營估來講的話 如果一個三口之家 一個月大概在營業稅的這個部分 會負擔繳納多少錢 這個要看他的消費的金額多寡 好 我再就是說如果在油繳營業稅 需要營業稅的項目一個三口之家 我們一般的三口之家 一個月在要繳營業稅的就是說項目 消費3萬合不合乎常理 差不多 如果合不合乎常理 差不多的話 那三萬塊錢他要增加的營業稅 大概是多少錢 如果三萬塊因為要看他這個消費的組成 是不是免稅項目或是客稅項目 但是我們這邊有初步的估計 大概如果調整0.5個百分點的話 大概每月每人增加不到50塊錢的負擔 每個人 對不對 所以如果三萬塊的人來講的話 就是一百五十塊 三萬塊 假設這些通通都在有營業稅的項目裡面 那這裡面的話大概就是增加一百五十塊 一百五十塊換算的結果 大概就是每個人五十塊錢 那之前保險制的規劃 在20之前 政府的規劃裡面的話 收長照的保險費 平均每一個人要收多少你知道嗎 我的初步了解應該是一百多塊 一百八十塊 就平均了 因為他隨健保費來做徵收 他大概要增加兩成左右的保費 所以平均 當然那個部分有高有低 這也是當時的相關的說明跟稅鐵裡面 就是一百八十塊 那在這一個部分的話 事實上都是從民眾的口袋 跟荷包裡面來掏錢 對不對 就是繳保費 跟繳營業稅 基本上面 都是從民眾的口袋裡面 要把錢掏出來 而且通通都是新台幣 那這裡面 哪一個多 哪一個少 哪一個對民眾可支配的金額 在日常生活可支配金額影響大 事實上是很明白跟清楚的 你覺得如何 因為從保險制的角度來看 應該因為保險已經實施以後 就是槍制要克正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他的負擔是相對會比較重 所以本席希望 就是說我們任務 在未來這樣子的一個重大政策 跟民眾在溝通跟說明的這個部分的話 要盡量的解釋清楚 然後用民眾可以了解的語言跟比喻 跟說明來做相關的社會溝通 希望這一個部分能夠做好 那讓我們在稅收制的長期照顧的這個部分 裁員的籌措能夠順利的推動 好不好 好 好 謝謝委員 接下來請陳明文委員 陳明文委員 陳明文委員不在 請施藝方委員 各位 期盡 有請經管會主委 思維你好 主委好 那 今天跟你談一下 就是有關於那個 企業交易的第107條裡面 它的修正 那未來如果說在新聞媒體裡面 有獨家報導的話 這個是不是有涉及內線交易的問題 這個要查證 所以說要確定 要檢察官去確定這個事項 那有沒有更明確的方式 除了法律以外 當然我們行政機關會先幫忙過濾 就是說可能的這個 有的案例但是呢 還是要到最後還是要檢察官 明確去確定這個事項 那對於那個言論自由的那個 鉛制這個項目的認定 就不曉得了 這個到底可能會有沒有產生影響 這可能就要注意 那從你的那個縮帖裡面有提到 就是說那個 從沒有案例裡面涉及到那個 內線交易的問題 目前因為 那個我們的期貨 因為實施時間並不長 然後呢大部分都是指數型的期貨 所以個股的那個部分因為它量比較少 所以目前還沒有看到 那是我代表說這個條文的那個修正 沒有什麼樣的必要性 當然如果說是把它做得更完整 有一些那個原來的 函令中的那些項目 如果把它擺進到那個 依法行政的話 我覺得這是可行的啦 那我想你 對於那個後續的那個部分 應該要對你有所期待 那你先暫時先請回 好謝謝 那我請請一下那個金管會 金管會的執行秘書 國安基金會 國安基金的執行秘書 是財政部次長 謝謝 次長 那個有關於那個 次長好 那個有關於那個 國安基金的那個進場跟退場的機制 在這一次的那個 條文的修正裡面 有談到一個比較 即時性的一些問題 那是否就是說這個即時性的部分 會代表說未來的風險會提高 那次長你的認為 就是要受限執行秘書的部分 對就是說你的那個 即時性的部分 因為你現在的基金的應用大概 五千億左右嘛 那這個部分你在下決策的時候 如果是這個條文修正的時候 那次長自己一個人在下決策的時候 是否有風險提高的一些問題 這個相對是風險 就是說集體決策 相對會比較穩健一點 如果是由執行秘書 個人下這個退場的機制的話 那面對的風險是相對比較高的 那未來你所負的責任 是不是會加重 當然 那有關於這一個部分就是說 在一個人的決策下 那這種投資如果失利的話 優功不算 打法要賠 那未來如果說這個基金是 投資的情況是良好的 所以這個基金膨脹了 或者是這個基金縮小了 那對於社會的指責 或者是投資人的指責的部分 那是不是有執行秘書要去負這個責任 這時候如果受前執行秘書的話 當然執行秘書所負擔的責任 相對就會加重了 所以在這一部分 那一定不乎可能 那在一般來講 現在是由委員會 去做一個決策 不管是進場或者是退場 那未來有沒有一個機制 就是說在進場或退場裡面 委員會跟那個執行秘書的一個角色 如何再把這個角色做一個 即時性的一個完善的配套 這個部分我們 後續也許我們可以就 進一步來針對這一點 就是來演繹看看 不過原則上 目前的操作方式大概就是說 執行秘書都是 因為委員會的委員 除了學者專家以外 也有部會所長 那這個基本上 委員會的決議就是執行秘書 要尊重去執行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基本上還是 還是就是說 委員會這邊來做一個決定 那次長請回 我有請金管會的丁主委 委員好 我想談一下那個 夾乘農資的部分 那我問一下就是說 那個工業銀行 跟商業銀行 它的那個區別性在哪裡 公營它的貸款對象 應該是這個 所謂中長期的資金 還有投資的業務為主 是這樣子 那商業銀行 商業銀行就是一般的 它所有東西都可以控管 都可以投資 都可以 都可以代放 長短期都可以代放 我想請教一下主委 就是說 現在目前在國內 有沒有工業銀行的存在 原來是有 有兩家 後來目前都收掉了 其最主要理由 是工業銀行 它吸收存款 只能以公司 就是以法人為主 跟我們一般的商業銀行 不同 商業銀行的話 如果存款戶是個人 也是可以的 所以這個地方就是說 它就是有些工業銀行 就覺得說是它 因為吸收存款的那個 等於是狀況不一樣 它就改回商業銀行 對 因為工業銀行有 投資的這一塊 是 那在台灣 還有很多的那個工業 比如說它是 極需要這些的益柱 沒錯 那未來在工業銀行的這一塊 有沒有考慮要恢復 這樣子啦 目前工業銀行的法規人來在 法規人來在 法規人來在 就它要來申請 當然絕對都可以 可是就剛剛講的 因為可能它 有部分的人 他們覺得說是 我吸收存款的那個來源 受到限制之後 他們就認為說是 他們願意改成商業銀行 但是如果有人願意來改成工業銀行的話 當然我們也支持啦 我想這個部分跟你在 不需要修法就可以做 這個部分在跟你 要推的加成融資有一些關係 加成金融資有一些關係 關係有 但是不是那麼大 因為真正的話 工業銀行它放款 我們另外的那個 那個就相關的那個 短期要措施裡面 我們也認為說 應該給一個中長期的放款 來增加中長期 那跟那個比較有關係 加成融資的話是所有 不管商業銀行 跟一般的那個 那個就是說 就是說工業銀行都可以做 是這樣子 好 那我也請一下那個 銀行局的詹局長 有關於那個 營造業工程 營造工程 進京 國際市場裡面 那 目前 在 銀行的這一塊 面臨什麼樣的問題 欸 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 海外的受盡這一部分 以前我們有換寬 假設這個工程 有經過外國中央政府保證的話 那麼 受盡額度 以前是禁止的5% 現在可以放寬到15% 就是海外 如果工程要到外面做工程 這個工程 它在這個貸款 是由 它的中央政府來保證的 我們就 給它放寬它的額度 那 近幾年裡面那個 申請的 加速如何 這個是今年5月才公布的措施 所以現在沒有 那 在 未來裡面就是說 在 這一塊的那個部分 會不會 有更多的獎勵之類的 是 跟委員報告 我們會盡量來協助 為了來 配合政府的南向政策 好 盡量來協助 政府的南向裡面 我先來問一下 就是說 在國內裡面 有沒有一些國外的營造廠進駐 國內的工程裡面 有沒有國外的營造廠進來 國內的工程有沒有國外的營造廠 跟委員報告 抱歉這部分 我不清楚 我的意思是說 在國內的工程裡面 有沒有國外的營造廠進來 做我們的工程 我不清楚 那應該 應該有吧 好 我想應該很多的國外 像韓國跟日本 我想這個你不太清楚 好 那 我要提醒你的一點 就是說 在國內的工程裡面 因為這 一二十年的萎縮 而造成國內的大型的營造廠 沒有辦法進京國際 那沒有辦法進京國際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的融資這一塊 讓國內的營造廠沒有辦法走出去 就像在大概一二十年裡面 甚至三十年 當時的中華工程跟農工處 一直都有辦法到國外去承南工程 但是 經過了這一二十年以後 這些公司都完全走不出去了 那有關於這一塊的部分 最主要是在銀行的融資 比如說 一個國際標裡面 它要開標 有兩百億的一個承南的額度 但是它必須要有二十億的亞標金 那這二十億裡面 在國內的工程裡面 有很多的廠商是拿不出來的 那我相信就是說 在國家沒有很支持這個營造業的情況下的話 我們的營造業 即使現在的目前新政府要南向的時候 都會有問題的 所以我也希望說主委 好好的重視這一塊 因為很多的國外的營造廠已經大急的進入台灣 但是台灣永遠在這一二十年裡面一直走不出去 能夠走出去的營造業已經非常的少了 所以我希望就是說 未來在這一塊裡面能夠多加的重視 這樣好嗎 謝謝 謝謝委員提醒 我們一定很重視這一塊 謝謝 接下來請孔文集委員 孔文集委員 孔文集委員 不再請費洪泰委員質詢 好 謝謝主席 各位女士先生 主席幫我請兩位好不好 我們請今晚會第一主委 及財政部 這個我們蘇次長 孔文集委員好 兩位 兩位首長好 市長先請教一下 剛才很多位委員的關心長照裡面 這個營業稅要調漲0.5% 移證稅調漲10% 這個請問一下市長 你在台北大學是哪一個系 財政學系 財政系 我們林全院長原來在政大財政系 他說這不是加稅 請問不是加稅在你們學名 在你們財政系的學名給他叫做什麼 這個問題跟你無關 這個問題跟你無關 但我想從專業來請教 林全 其實我跟林全還蠻好的 林全說 林全當然沒有 他跟丁克華更好 丁克華是他同學 我請教一下 林全發明了一個名詞 我在總諮詢問過他 因為時間不夠 他沒有給我講清楚 我想請教從專業角度來請教一下 他說指定用途就不叫做加稅 那請問叫做什麼 從你的專業 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如果稅率提高 然後沒有指定用途就是統收統支 那只能講說我用途在統收統支 對不對 如果說用途是講指定之 但是這個動作叫做什麼 難道不叫做加稅嗎 我指定用途有指定用途的 但是這個行為叫什麼 就是加稅嘛 對不對 我是覺得做任何一個事情 當然這跟你無關 麻煩你要告訴你們部長 在你們部務會議裡面要提 做任何事情 我只只用加稅的方式來處理 太容易了 太容易了 如果說我 我們通常加稅是窮擊我們所有的方法 沒有辦法了 加稅是一個最後 最後的一個方法 但是不是一上來說 我別的方法都你想清楚 我用的方法就是一個加稅 那這個這個執政太太太容易了 好 接下來請教你們一下 加稅啊 不要隨便做 一夜稅調帳 一定會讓物價調帳 一定 只是程度問題 就像油電雙掌 馬上有的油電雙掌被罵死 大家當時是考慮 使用者付費大家都同意啊 沒有人會反對啊 對不對 一般人我為什麼要貼你開車的人 開你騎摩車的人的 的油錢呢 由我們大家來幫你分擔 沒有道理 可是它的impact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物價調漲 漲了以後就回不來了 好 我再請教二位啊 這個我們金管會啊 提出兩個概念 要扶植產業 扶植企業 一個叫天使基金 一個夾成融資 為什麼請教一下次長呢 因為你們有管關股銀行嘛 可不可以請教一下啊 主委 什麼叫做天使 是 就是說他對那些 就是初級的那些投資人啊 就是比較初級那個年輕的 或者初級的投資人 他像一個天使這樣保護他一樣 不是 對啦 像天使一樣眷顧他啦 眷顧他 是是是是 那天使的意思是 哇 好像就是我們像買拉頭一樣啊 中獎了 對不對 有那種喜悅嘛 對不對 因為一般的狀況下他拿不到嘛 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我眷顧他 我去照顧他 支持他 支持他 請教一下這個風險 是不是因為 因為風險高 所以我們才給他一個天使的名聲 是是 是不是這個意思 所以委員非常了解 非常同意 我想請教一下 金融管會 是要強制銀行去做嗎 沒有 絕對沒有 我們從頭開始講就是這個樣子 你們改變了 不是不是改變 你們改變了 如果如果我們可以把原始的那個 調出來看 你們一開始講說 財政務當然的時候 可能 書實上不是你的業務了 但是你管八家公股銀行 你們一開始強制 大家有意見了 沒有 你們就說 哦 一開始講說 從稅後盈餘裡面提拨一兩個percent 然後就講說 那這就是變相的加稅咯 這是舉例 我先跟你講 而且是 加稅的事情 不可以隨便亂做 是 謝謝委員提醒 我絕對不會這樣做 像我 我當立委 我曾經幫你們加過稅 舉例 舉例 像你們金融營業稅 原來到99年12月31號 那個兩個percent 就自動退場了 是本人 第六屆當立委 我堅持 我在財委會堅持 把他保留 作為銀行 或者是保險 分開還有證券 作為我收購的時候 的一個基金 所以現在才保護了你們 對不對 有道理 謝謝 那你今天 平常講 那個還是用在銀行的身上 是 用在金融機構的身上 但是你提拨這兩個percent 的天使基金 對銀行 可能 可能因為風險很高 它就有去無回了 是 這個對銀行公平嗎 跟委員報告 我們這個真的 一開始 我一直在 您給我這個機會來解釋 非常謝謝 那我請教你 主委 你現在還要 還要推動嗎 我想這個地方 就是我們一直講的 從一開始就跟他們講 跟大家溝通的就是說 是志願的 而且是就是說他很 對 我們這樣講 那我請教一下 你說現在是改成志願 志願有沒有法源 沒有法源 不需要有行政命令 也不用了 也不要定什麼 什麼 什麼關切辦法 要不要 沒有不會 絕對不會這樣 那我請問你 銀行如果說他不配合呢 你會不會對他處罰 沒有 絕對沒有了 銀行會怕了 我再拆了 銀行一定會怕 我下次要申請什麼 什麼案子 你就給我 銀行局就開始過 找麻煩了 也不會了 然後檢查局就 經常去金融檢查了 不會了 會不會用這種手段 絕對我想這邊 我在公開的 公開的承諾一下 如果 如果我相信 銀行局長 保險局長 都是很善良的人 他們會依法行政 但是如果你強迫他們 讓我知道 不會 主委 我不管 我不管認識你多少年 我都會強制作為 謝謝 我想這兩話在這邊 公開的再次表達 我是覺得 當然 平常你講 蘇市長 剛才 丁主委講他不會 我相信 我願意相信 但是對關股銀行 你要怎麼做 你會不會強制這些銀行去做 跟委員報告 關股銀行裡面 有兩家是百元 政府持股 台銀跟土銀 對 還有蘇州的銀行 他的用途也不是這個 對 他們的資本 這兩家銀行 基本上他們資本持足率 在未來 那另外五家呢 面臨問題 另外五家 因為是還有民股的 其實台銀土銀也有錢 拿來做這個事 但是我建議 我建議 絕對不要變成你們的政策 關股銀行 最會配合政策 但是我要給提醒你一個觀念 我當立法委員那麼多年 都在財委會 我從來沒有跟任何一家關股銀行去融資借過一塊錢 我也從來不幫人家做任何的這樣子的一個推薦 更別說是施壓關說了 但是 在第六屆 我進來第六屆 陳水扁先生執政的時候 那時候的國發基金 有很多民進黨的民代 你們去查查看 一個單位五千萬 去跟他去投資 大部分的錢有去無回 我跟你講啊 政治人物 政黨人物 都會幹這種事 那好像就是政府給他一個捐贈 給他一個捐獻 所以我是覺得 我曾經好幾次跟丁主委講 這個裡面會有道德風險 我講的就是這個東西 我相信兩位都是正直的 可是當你這個門開了以後 我跟你講啊 有的政治人物是你擋不住的 舉例 他去跟蔡英文總統講 舉例 他去跟林權院長 副院長講 秘書長講 他去跟這個民進黨的黨 這個什麼黨秘書長講 你們配合一下 那家那家哦 哇全景很好 我們當然要去扶持他 要去支柱他 最後我跟你講 那個錢啊 我相信絕大部分 就進入那個民意代表的口袋裡去了 所以這個裡面我兩次 我至少兩次主委在這邊提醒過你了 這個道德風險太高了 尤其是關鍋銀行 民間銀行啊 我跟你講啊 彼此交叉 A銀行的 我請B銀行啊 來投資我的關係企業 B銀行的 我請A銀行 投資我的關係企業 最後出來壞賬怎麼辦呢 因為這是中央的政策啊 兩位 不是說我們不要去幫年輕 尤其是年輕人 我覺得啦 像那個賈阿城融資 道理跟我剛才講的天使基金是一樣的 我覺得有一個正道應該怎麼走 像我們有中小企業信保基金 用這種方式嘛 今天你要走天使基金或賈成融資 我建議我們成立另外一個一個信保基金 叫做丁克華林權天使賈成信保基金 我支持 你只要有一個審查的制度 有個擔保的制度 好事啊 歷史留名 主委 約會朝這方向來做 如果你怕林權搶你的功勞 就叫丁克華天使信保基金 我想因為時間到了 我下來我想我詳細跟您報告一下 我們的心中想法 那個用處啊等等 丁克華或者林權天使信保基金我支持 但是原來你們 你現在講說原來的構想 原來那種構想 我跟你講 是有非常高的風險 謝謝您的 尤其是民意代表的道德風險 是謝謝您提醒 但是我們 你只要把這門開了 我告訴你 最後不是你們兩個可以承擔得了的 是是是 謝謝您提醒 你不知道 有很多的魔鬼 是很厲害的 有一些想法 跟你再報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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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主席 請這個丁主委 你好 主委今天的議程是修訂這個期貨交易法 是 那禁止內線交易是為了強調市場投資人有公平的機會 是 謝謝 那不過 從你們報告看出來 金管會的態度其實是比較景象不要修法 因為就是剛剛講的就是說其實證券交易法 這樣的話是不是更好 因為你們在報告裡面 並沒有說是不要去修啦 你們有講說 我們從87年開始交易以來 沒有發現過內線交易的一個案例 因為 但是這一次把內線交易的這個範圍 在政委員的修法的版本裡面 把它擴大 然後把它的行動也加重 是不是能夠因此找到更多有關於 期貨過去沒有發現的內線交易 而因此來把它處罰 導致到回歸公開 資訊透明的一個好的一個期貨市場 是不是有這樣的一個作用啊 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過去之所以它那個 就是說沒有發現的原因是 因為我們都是做的指數 期貨為主 還有選擇權為主 那個是你金管會的解釋啊 所以那個 有時候犯罪你沒有發現 你不能認為說 不是解釋啦 就是說它現在 因為它就是現在目前實際的交易的 都是這一般為主 真正個股的期貨選擇權的 佔的份量非常少 所以我們才說沒有發現這個地方 我還是覺得很難講啦 對啦 因為其實是沒有發現到 還是說現在要修期貨法 位於將來如果交易量大的的時候 可以彌補這個漏洞 這個不見得是衝突喔 這個是個思考的方向 但是我們 您剛剛有講啦 其實我希望說 有關於就是 是參著歐盟或是其他國家的 或者期貨法現在參著證交法 以及現在的期貨法 以及這個 曾委員所提的一個版本 這三個版本 一定有它的這個差別性 那主委應該很清楚嘛 因為今天討論這個 先請您說明一下 三個的差別度 大概裡面最主要的差別 就是它那個 有一些是我們 含令中的規範的 那它就是說 是不是要把它法令化 那這個點我覺得 就是大家可以討論 另外還有那個 18個小時那部分 是證券交易法有的 我們覺得也可以來參考 那那個有一些 我們那裡面講 就是說有一些部分 因為還不太清楚的部分 我們是希望能夠 能夠那個就是說 我是有做一點功課啦 我就直接把證交法現在的規定 因為它可能超到期交法 這樣態未必是一樣啊 對不一樣 兩個絕對不是完全一致的東西 它也不一致的地方 那跟曾委員所提的版本 第一個 我先問啊 在證交法裡面 它第157條之一第一項 這個曾委員有超過來 有引用部分的這個內容 但是本來證交法它說 未公開前或公開後 18個小時內 不得自行或以他們的名義 買入或賣出 這裡面也沒有講消息的傳遞 對吧 但是現行的這個我們的 奇交法 它也是講 它沒有講到公開後18個小時 它裡面的差別就是說 未公開前不可以 沒錯 也是只有講買賣 所以沒有講消息的傳遞 沒錯 然後但是它後面又再補一句 就是說 有正當理由消息 相信這個消息 已經公開者不再此現 所以證交法跟現行的奇交法 我看這兩個條文是沒有矛盾 但是我不知道 你有沒有仔細研究 曾委員的一個版本 我有一個邏輯不同的地方 他說公開後的18小時 不只是買賣 也不得向他人提供消息 但是他並沒有把現行奇交法裡面 就是說有正當理由消息 相信這個消息 已經公開的這個部分 他又沒有拿掉 那我要問主委 什麼消息 什麼圖定 什麼管道 會被你們當作是公開的消息 而排除在 我就相信這個消息 已經公開的這個正當理由排除 現在公開有公開的方式 譬如說 講幾個來聽聽看 譬如說是在那個 就是說媒體上 就是說報章雜誌上 就是說去宣布這些事項 那這時候就是 股市觀測站算不算 股市觀測站當然 就是資訊公安觀測站 還沒其他嗎 對大概都算了 那我就問 如果今天股市觀測站 公布一個消息 那我在18小時內 我是你107條各款 112條處罰各款裡面的人 那我如果在那個時候 去傳遞消息或自行操作 那請問我到底是算 公開訊息18小時之內 我違規去傳遞消息 還是我是算 我有正當理由相信消息 已經公開 而排除在這個此限之內 我是哪一種 謝謝 我想那個就剛剛講的 他如果在資訊公開 那個剛剛講的那個範圍之內 已經公開的話 就是不說18小時 所以你說是算後面這一種嗎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要研究一下 待會可能會 寫上這個條文的一個修正 主委你們應該有你們的一個態度 那另外 如果你 因為你在證交法跟現行的奇交法當中 對於提供消息的人 是並沒有去做處罰 只是你自行或是以他人名義去交易 去買賣才處罰 如果我們現在連傳遞消息都列入的話 那會不會打擊的範圍太大 另外這裡面傳遞給他人 他人的定義是什麼 如果有一個記者媒體 那他去寫了一個 也許是記者會 也許新聞稿 也許就像我剛剛講的公開的網站平台 那他也要被處罰 這處罰很重耶 如果按照修改前300萬的這個額度 7年以下 修改後可是這個什麼 1000萬到2億耶 而且是3年到10年了 這你說明一下 是 所以說剛剛講的那個 如果是傳遞消息 如果像媒體等等的話 那這時候就是說 他到底是不是內線 那可能就要檢察官 或者是他們去認定這個事項 所以這個地方會有一些 產生一些問題 一些困擾 所以我們說這個地方 是值得再討論的 是這樣子 不是但你這樣又丟回去 其實這裡已經在定義了 你這樣又丟回去 檢察官認定 我聽不清楚 聽不明白 我覺得今天如果要修法 同意或不同意 至少你要有一個明確的態度 所以這個地方 我說值得討論 就是說為什麼就是說 剛剛講的 等一下就要討論了 對對對 你能夠預期 等一下萬一討論通過 所以我現在說 如果你是有所堅持的話 你應該講清楚 趁我是拿質詢的時間 來讓你有這個機會 謝謝 我們這個地方就剛剛講 就是說這個地方 因為還要收集各種資料 然後要討論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暫時 可能不要列入比較好 暫時不移 先研究 對對對 那我也要問 證交法裡面沒有規定 現在的其交法沒有規定 那曾委員的版本裡面 他有講 因犯罪行為取得消息的人 是 那其實犯罪行為 那另外有這個刑法會去處理 但是我們這裡就涉及 如果把它定義進去的話 也是另外一個刑法 就兩個法律會一起走 那你有沒有對 這個版本當中所 講的犯罪行為的人 他的定義是什麼 是偵察中 還是起訴一審 還是定驗 曾委員提到有一些 譬如說是用網路 或什麼東西 去駭客等等這種方式 我們覺得這也有可能 但就是說 不是不是 現在如果兩個法律 對犯罪行為提供消息 那你到底是這裡先處罰 還是那裡先處罰 所以那是刑責的問題 也是要經過就是說 所以你還是要等犯罪定驗 然後說 他是這個 因為犯罪行為取得消息 所以這個地方其實 可是你要了解 他今天如果要把這個列進來 他就是希望 能夠進一步早一點做出防範啊 那不然你每次等到犯罪行為 被三審定驗的時候 那我看你這邊的一個管理 早就鬆散 所以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這些地方我們就講說 因為我們查過 大概歐盟是有這種規範 但是每日沒有這種規範 所以是不是就是說 容許大家再多討論一下 是這個意思 那有一個我要建議 在證交法裡面 他對於重大消息 他有先定義 他說涉及公司的財務業務 或該證券的市場需求 公開收購等... 他有先一個明確的定義 什麼叫重大的消息 再到施行細則裡面 去做更想盡的規範 可是取交法裡面 沒有 那但是你們對重大的消息 這列入你們就是想說 去抓有沒有這個 內線交易的一個 你說有痕跡可循 那是不是可以說 因為曾委員的版本 他是說授權主管機關去訂定 那我認為應該是比照證交法 你們先對重大消息 去做明確的一個定義 然後再把它丟到相關的這個準則裡面 您認為呢 是 所以說我想就是說 剛剛講這些東西 因為還有就是 其交法裡面 其貨這些商品 跟證券商品的那個重大的那個 也許時機貨的定義 內容都不太一致 所以我真的這個 需要多討論一下是這樣子 好 不一定現在擺進去 我一定時間問最後一個問題 對對 有關於原本 其交法裡面 112條的這個 是 從第一款到第七款 他是針對兩個事情 一個是涉及內線交易 另外一個是非法經營期貨 是 但是這兩個畢竟還是不同 那如果這次要修法 那我也贊成說 針對內線交易 我們可能在法律修訂上 再做一些功課 OK 可是這次修法當中 並沒有對非法這個經營期貨 去做任何的一個條文上的一個修正 可是如果一併納入加重行動 我認為這個不合情不合理不合法 不符合比例原則 是 我也講得非常對 所以我們說如果要真正修內線的話 要把這一條切開了 切開來 應該要切開比較好 對 所以說內線交易我們可以加重 但是不宜在這一次的修法當中 對於非法 那個還流成原來那個樣子 就比較安穩 就是兩位比較平衡平 是這樣子 所以其實這問題還相當多 但是我希望主委你的態度 是 我們經管會 你們的表達還是要更明確一點 是 謝謝 但是我覺得如果今天有修過的部分 以及沒有修過的部分 我覺得您剛剛說的 還需要很大的空間去研究討論 以及參考其他一個範例 我覺得這個要趕快做 是 趕快去了解 謝謝 接下來請 對不起 報告各位委員 我們今天中午不休息 會議繼續進行到本日議程結束為止 大家有沒有意見 好 那另外我們請 因為中午不休息呢 我們請工作人員 11點50分 現在左右就可以開始發便當 大家可以在自己座位上 吃便當不要客氣 只要維持秩序 那另外呢 因為中午不休息 所以如果想要去洗個手 可以安靜的離開座位 不要客氣 接下來請 江乃欣委員質詢 江乃欣委員質詢 江乃欣委員不再請 周辰秀霞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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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請 呂玉玲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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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請 張立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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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請 李燕秀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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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請 蔡易玲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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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請 吳志揚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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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再請 羅明財委員質詢 蔡易玲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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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3950點開始這個進行這個安定的作用以後 從進場到出場 進場的時候喔 他是大商旗鼓 人家說來有贏 去沒中啦 來的時候敲鑼打鼓 那據悉啦 後來我查了一下 他敲鑼打拔鼓根本就沒有花多少錢 可是在市場上啊 卻起了很大的效用 當然後來可能還持續在加碼 聽說他來回操盤之間大概結算的時候 大概賺了快不到200億了 你知道這個人是誰 你是說哪一位操盤手機最好 不過我這樣講 應該在座曾委員是應該是 曾明中曾委員喔 可以肯定啦 但是 他是跡象非常好 那我希望說喔 你接任這個新職喔 有空不曉得你有沒有跟他請教過 這方面的這個專業 曾委員因為我之前就認識 所以我會時常去請教他 那我想在這歷年來的這個國安基金的進進出 大概 比較大規模來看喔 大概進出幾次 我們發現一個問題啊就是喔 國安基金的這個 買入的時候喔 著重在大型的全職股 是不是這樣 是大部分都是大型的全職股 比較多 你每次買台積電啊 或者是有沒有買中興金 這個 我 不能講 不是講 你那個都已經公佈了 什麼不能講 你規定這個一個月以後 全部通通要公佈這個資料都知道了啊 而且你們進出都是固定在那幾家那個耗子啊 這個之前我 就是說在之前我不知道啦 但是目前為止 因為我們還在退場當中 還在怎樣 還在怎麼樣 就是4月中退場之後 決定退場之後 我們目前還在 退場現在那個手上的餘兒還有多少 很不好意思 這個 委員這個部分是 我必須要保守秘密 沒有啦 以前都有講就是 你們從頭到尾都沒講到什麼 沒有這個在結束以後 我 我跟你講啦齁 你這個過去的操盤齁 已經造成市場上齁 一些齁 有 潛規則啦 大家知道看哪一家的進進出出 他要你們出手就是買那幾支 變成是一個市場齁 不是安定的力量 是市場非常不安定的力量 你贈不贈腾這個說法 基本上因為 國安基金主要的目的是 要拉抬股價啦 就在發生重大事件的時候 能夠把這個股市穩定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基本上我們的目標是在這裡 最近有沒有出手 我聽說你最近在觀察說持續會注意啊 注意什麼事情 注意端午變盤還是怎麼樣 不是不是 那是注意什麼事情 因為現在已經是退場了啦 所以退場基本上 國安基金這邊就不能再 沒有委員會的授權就不能再進場 所以最近都不會進場 對 因為已經退場了 那你退場 你現在手上的餘額 大概有多少 這一部分我還是 國安基金加起來總共有多少的資金 它可以動用的金額是5000億 5000億 可以動用的 你都後來去抵押做什麼 那請問你這個其他的部分 你們自由的資金有多少 自由資金目前沒有啦 就是大部分都是 都沒有 那不是以空賣空嗎 我是不是請同學來 好有哪一位可以 好那個蘇市長先那個啦 因為你剛來 不過我希望你速度可以快一點 上警發條 這個務委員報告就是我們目前 署長對 最高的那個 那個投資金額是5000億 那其實2000億是透過貸款 貸款嗎 對 你們自由的資金是多少 是跟其他的基金的 是那以前獲利的部分 累積大概十幾次的這個進出啦 加一加總共賺了多少錢 總共加起來大概 進額的話大概430幾億 430億 那這個賺的錢有沒有放在 你們自己的 就是腳褲 全部都腳褲 哇 那這個我想說應該錢你們 執行就放在那邊繼續來安定啊 可是這發現了一個問題啊 你都腳褲 其他5000億都是借的 事實上如果說 你真的要執行的話就要去借 那借的部分算不算是國債 有沒有納入這個國債的標準裡面 按照管理條例的規定啊 就是說他如果有損失的時候 那需要由國庫署這邊 編預算來彌補的時候 這個會列入國債的 損失的時候嘛 可是你已經借的時候 錢已經借出來了 這個部分算不算是國債 這不算 所以人家一直講說 國家的這個 累積的債務余額 現在有多少 目前為止應該是五兆多 五兆多喔 其實大家都說這個是假的嗎 因為你潛藏的債務余額 整個加進去的話是多少 潛藏債務余額如果 因為這個部分 有講15兆 有人講20幾兆 莫鬆於事啊 就是說在公共債務法所規範的這個債務裡面 所以這一點你們要研究一下 借五千億出來這個算不算公共債務法裡面的 所限的這個 的額度裡面 算不算 這個比例 你回去研究一下 那另外我要再 在這個 討論的就是喔 你每次在操盤的時候 都買大型股啊 不過愛台灣 台灣有很多中小企業啊 那你們應該 某種比例 來買 這些肌肉的中小企業啊 對中小企業也是一種注意啊 你像你每次買台肌墊 那你買台肌墊 它已經很成長了啊 它不需要你來安定啊 那國際 這個持股都很高啊 所以是不是 請執行秘書 可以考量一下 下次 針對操盤 戶盤的比例啊 能 增加 中小型類股 有沒有這樣的可能 那 基本上是這樣 因為那個 國安基金是要穩定股市啦 當然我們會考慮到就是說 它 除了穩定股市以外 另外一個很重要就是它 也要考量它的績效的問題 中小型股重不重要啊 對 中小型股的穩定重不重要 我們會評估 會評估啊 好 我們希望你評估就要評估好 要關心一下嘛 雨露均沾啊 不是每次都是大型的 那大型有時候方向不對 怕這個影響到的 也是這個國庫的損失吧 好不好謝謝 好那接下來是不是請 丁克華 丁主委 丁主委你好 路委員好 講到期貨喔 全世界的期貨 有沒有期貨交易稅的 有部分國家有 哪一個國家 好像我知道北歐 很少嘛 對對對 那一般的國家國際的主流 沒有人的期貨 因為期貨是不是實質的東西嘛 有很多的都是一個買權賣權嘛 是 對不對 那台灣的部分啊 現在還存有期交稅 是 本席已經提案了齁 那也獲得很多 不分黨派委員的連署 也已經成案了齁 是 那我們要把它廢除 或者是由現行的這個 期交稅啊 再調降一半 你贊不贊同 或者是你的看法 你的想法是怎麼樣 這樣子啦 原來期交稅蠻重的時候 事情影響期貨交易量 那時候後來我們就一直不斷的建議 財政部調降 最後一次好像在前一兩年 也有調降過一次 那時候不是我去推動的啦 那時候我是在集保的時候 我知道調降之後 他當時有一個條文就是說 希望三年之後 要能夠那個恢復到稅 能夠回一次啦 他調降了一半 那後來好像目前 以目前交易欄來看的話 應該可以達到這個地方 所以 以後要跟國際接軌 有沒有再調降的空間 這個我們想尊重財政部的意見 但是就是剛剛講的 現在交易量 如果你要國際化的話 因為我想要知道主管機關 對於你所主管的這個範圍 你是希望國際化還是要把台灣 排除在國際的這個主流的交易 我們已經滿國際化的了 我們跟日本還有歐洲歐盟都已經連線了 如果國際化的話 我們現在一天的成交量多少 我們現在成交量超過一百萬口 所以說他這個量已經是全世界第十九名了 比日本都還高 那這個牽涉到就整個資本市場 我們現在國內的這個市場交易量 一天的均量大概多少 因為我們證券市場的話比較少 因為現在就是整個他已經成熟的一個 因為期貨跟現貨事實上 這個有連帶關係 我希望說要跟國際接軌 盡量能開放能改革的 趕緊來推動 那我想請教一下 有些內線交易的部分 最近中性的事情大張旗鼓 那現在不曉得主管機關的態度是怎麼樣 剛剛講中性那邊如果有內線交易部分 因為我是剛剛回答過 其實我們整個證券市場 反走過必留下痕跡 這邊我特別呼籲 就是說大家如果這個地方要非常小心 因為我們都可以知道他是誰在交易 那既然是反走過都留下痕跡 為什麼要大張旗鼓 繽紛38路 然後派了快可能五六百人 那個跟我們剛剛講的內線是不太一樣的 他去查那是檢調單位去查的 那到底是查什麼內容 這個地方是以前就移送的 我想我並不是那麼清楚 以前就移送的那個地方 但是不管怎麼說 他檢調單位去查 那是他的一回事 但是我說因為查的時候那時候懷疑說 是不是會有融券或者是借券特別多有沒有 最近有沒有融券有沒有增加 就是他個股是我們看到是有點異常 因為他好像增加了好幾倍的樣子 原來是九百多張吧 現在後來便累積到現在都 應該超過兩張 改天再請教 謝謝 陳賴宿美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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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賴宿美委員不在 報告各位委員 我們今天登記發言委員 距今完成巡答 做如下決定 一報告及巡答完畢 二 陳賴宿美委員所提的書面質詢 列入記錄刊登公報 並請相關主管機關以書面答覆 委員質詢當中未及答覆部分 請相關主管機關一週內於書面答覆 委員質詢當中要求提供之相關資料 也起於期限內送交各相關委員 現在進行法案逐條審查以及提案處理 請議事人員依序宣讀國家金融安定基金設置 以及管理條例 期貨交易法修正草案內容 宣讀第一案 委員證明中等二十人 擬據國家金融安定基金設置及管理條例 第八條 因國內外重大事件 國際資金大幅移動顯著影響民眾信心 至資本市場及其他金融市場有失去或有損及國家安定之餘時 德經委員會決議動用第四條第一項之可運用資金辦理下列事項 一於證券集中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處所買賣有價證券 二於期貨市場進行期貨交易 三其他金主管機關核准之事項前向資金之動用操作規劃之執行 德委託專業機構辦理之 其委託相關事宜由委員會定之 委員會決議做成第一項決議後 應於三個月內將做成決議之報告送立法院 第十一條本基金亦達成安定金融市場任務後 執行秘書就第八條第一項之操作標定 應事實予以處理 本基金亦達成任務後 三個月內將運用資金額度以及相關評估報告送立法院 宣讀第二案委員證明中等18人擬據期貨交易法第107條 有下列各款資源直接或間接獲悉足以重大影響期貨交易價格之消息時 於該消息未公開前或公開後18小時內 不得向他人提供消息或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買入或賣出 或使他人從事於該消息有關之期貨或其相關限貨交易行為 但有正當理由相信該消息已公開者不在此限 一、期貨交易所、期貨結算機構、期貨業或期貨業同業公會之董事 監察人、經理人、受僱人或受任人 二、公務員、公職人員及相關機關之受僱人或受任人 三、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或吸消息之人 四、股票期貨契約或股票選擇權契約之標的證券發行公司之董事 監察人、經理人、依公司法第27條第一項規定 四、指定代表行使職務之自然人及持有該公司之股份 超過10%之股東 五、因犯罪行為取得消息之人 六、第一款、第二款受任人之董事監察人、經理人或受僱人 七、直接或間接從事前六款所列之人或吸消息之人 前項第一款、第六款規定與董事監察人之代表人準用之 第一項之期貨或其相關限貨之範圍由主管機關定之 第一項所稱重大影響其期貨交易價格之消息 其定義、範圍及公開方式等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主管機關定之 違反第一項、第二項之規定者 應就其因內線交易所獲得之利益或所避免損失之限度內 對於當日善意從事相反買賣之人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一百十二條有下列情勢之一者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上、兩億元以下罰金 一、未經許可擅自經營期貨交易所或期貨交易所業務 二、未經許可擅自經營期貨結算機構 三、違反第五十六條第一項之規定 四、未經許可擅自經營槓桿交易商 五、未經許可擅自經營期貨信託事業、期貨經理事業、 期貨顧問事業或其他期貨服務事業 六、期貨信託事業違反第八十四條第一項規定募集期貨信託基金 七、違反第106條、第107條或第108條第一項之規定 宣讀完畢 好 那我們就 好 學生好了 好 來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那麼我們現在進行協商 那我們請兩位主軟機關的首長 謝謝 我看那个国家安定基金 大家意见好像比较一致 所以我们是不是先从国安基金开始好不好 好那这个话大家有没有意见 好谢谢 第八条先从 对我认为第八条不要修正好不好 因为我们上次国安基金进去的时间很长 现在就先还没有退场 就先在做说进场的报告 怪怪的 那如果说退场三个月以后 就是第十一条 这个我赞成 没有问题 有关执行秘书的这一部分 因为我刚刚有特别问了一下 正次他是说 如果那个里面委员这么多 各个各个党派都有 让他们表示意见 我觉得这个是有道理 要退的时候 让人都表示一个意见 只不过是要特别注意说 绝对不能有那种蛛丝马鸡叫人 知道你在做什么 那这当然就是你保密的问题 那我们就没话讲 所以我是认为第八条不要修正 第十一条把执行秘书的第一项不要修正 第二项我绝对赞成 应该要透明化 这是我的意见 好 曾明忠委员 然后接下来罗明才委员 谢谢 好 谢谢主席 其实第八条的最后一项 修还是要修 因为为什么要修 就让它透明化 就像这一次复盘 到最后其实是政治复盘 这不合适 所以真的不合适 那个真的是 我那时候本来只许 要送监察院了 就变成政治在复盘 这个不合 这对你的形象也不好 这个东西复盘要专业 第二个 这东西你让它复盘 常态化 伤害国外基金 你天天在复盘 因为复了七八个月 你违反市场秩序 违反市场的机能 不好 那所以说你已经做成决议 三个月内送立法院 送立法院大家看一看嘛 没有意见就没必 也不用来报告嘛 他们也公告 他开外面他也公告 而且财政部份也没有意见了 那第二个就是说 第十一条的执行秘书 要不要授权 老奖 我是好义 我是 我敢讲中华民国 我现在最有经验复盘的人 为什么你知道 为什么说五千亿很少 你不要以为一千年多 因为五千亿你要丢 你只要丢一半 那两千五 剩下两千五都假的 为什么 没有效果了呢 他知道你丢两千五以后 没有产生功能 以后那两千五 没有发生效率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当你 我为什么 为什么想修这个 我以前我当执行秘书 我想退 我想退 我还要开一个委员会 那授权还对他公告 那假设授权我执行秘书 我认为该退就退 而且静悄悄的退 静悄悄的退 退得干干净净 当下一次在开委员会的时候 已经退光了 你反而大路已经退光了 第一个好处 第二个 你那个筹码会再出来 真的啊 第三个 你不会做 又衍生另外一个 不确定的因素 当然我执行秘书 你后续 你会觉得责任重 但是国安基金 已经授权给你 条例算 你都不会有责任重 尤其 我也很老心 我没有修法则 你看 国安基金是没有罚则的啊 是没有罚则 你不会不用担心 你有责任重大问题 真的 不然 你哪一天你真的进去复盘 你会痛苦难当 为什么 国安基金赔钱啊 万一你摆太久 你那个时机点 刚刚很清楚啊 卖股票是一个时机点 你不要说一个礼拜啊 一天没卖 你下次就机会不再了 那你万一没有卖出去 那时点没有卖出去啊 亏损啊 你下一次还要拿议算 送议算来立法院 要不你补进去啊 你哪有钱补啊 非常好笑 上一次复盘 复盘89年 民国89年 复盘的时候 亏损也是民进党时代 用什么负你知道吗 拿台糖跟台电的股票 做账啊 做假账啊 你知道吗 以后我跟你讲 这是个时点 我是好心 但是你只要坚持不修 我OK 但是你不要后悔 我要今天留下记录 罗民财委员 接下来王老张委员 谢谢 其实哦 这个反走过必留下痕迹啦 刚刚那个 曾委员可以说是经验之谈 那我也做更正 事实上他操盘 之前是赚了大概三四百亿啦 我刚咨询的时候讲两百多亿 大概有点误差 所以我再修正一下 那事实上这个经验非常的重要 以前外界一直质疑的就是国安基金啊 是黑箱作业 我想我们在座的有的委员 最讨厌就是黑箱 所以一看到黑箱 就希望说这个东西要民主国家 要有一个可以这个节制的地方 如果都没有的话 那五千亿的话 大家想想看 以前光是爱国奖券啊 那个一起开出来才几亿啊 主事的人就可能被绑架 已经被绑架 你知道这个 大律师都知道这个案例啊 所以你现在都没有人制约 然后现在把所有的责任 放在执行秘书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执行秘书 你现在出路有没有人保护你 你居家的安全重不重要 如果全部都授权你一个人的话 哇 我很担心你的安全 哇 你今天在财委会一炮而红 现在股市投资人都在认识你 本来大家都不认识你 现在都知道执行秘书叫做苏建龙啦 所以你的压力是很大很大的 所以今天有委员提案 说三个月内 要适当的来公布 事实上是帮你输压 你不要想说我们大概都是要来 这个承承设限制 其实越透明方向越正确 它那个机制大家很清楚 在那边的时候 你个人反而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压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三个月是可以的 过去 这个财政部这边他都讲说 因为立法院这个委员会的临时提案 有通过一个月 你们就这个行李如意啊 嘎拐 立法院在这个地方通过的案子啊 起码数百条以上数千条 你们不喜欢用的时候通通都不用 你们觉得还蛮好用的就说 这个立法院有通过 所以要尊重 这个是没有绝对的效果的 所以应该要修法 好好把它规范好 那事实上啊 这个国际上有人在讲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赤长 那个苏赤长 以前外商都说 全世界哦 好像有国安基金这套资助 是只有台湾是不是 你觉得国安基金要废掉还是怎么样 我想听听看你 因为是你主管啊 你的意见是绝对要废掉 这应该废掉 因为这个是股市无形的这个杀手啊 这造成这个整个秩序都是紊乱 那刚刚有委员提到 多次的政治护盘啊 真的是匪夷所思啊 所以包括什么 摩根斯丹利啊这些啊 很多外资啊 他们都怕怕了 全都是撤退啊 是不是可以请教一下主管机关的看法是怎么样 这个部分我想是这样子啦 就是说因为事实上除了国际经济因素以外 台湾面对的一些不确定的非经济因素是蛮多的啦 那如果说放任市场这样子 受到国际经济因素的影响 还有非经济因素的影响的话 对国家的安定是有一点影响啦 所以从某个角度上来看 对于那些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我们还是要考虑到这个国安基金的功能 还是要保留啦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现在有没有随护啊 人身安全有没有问题 所有的部会次长都没有随护 好 王荣张委员 谢谢 好 我们要在第一的这个部分的的话 我们互盘 刚刚我们张委员在讲 就是说这一次到七八个月 很长啊 那太长了 那通常我们互盘平均来讲大概几个月 所以三个月里面 刚刚讲就是说三个月里面来送来 会不会对于基金的这一个部分 所谓的护盘会有影响 我想我们大概可以来推敲一下 适合的时间 如果三个月的时间太短 那是不是着余 就是说延长在一定的时间里面 但是它里面它可以更透明 就是说如果说 通常我们在三个月里面就退场了 那三个月送进来 大概基本上面就没有问题 那所以我想这是一个问题 如果就是说我们抓出一个时间来的的话 平均的的话 我们就会知道到底三个月 刚刚徐委员的意见的话就不一定会有问题 如果三个月都已经退场了的话 那再送进来它自然对于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护盘啊 等等进场它不会有影响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我想 我基本上面有支持 曾委员的意见 这里面就是我们在讲 就是尊重委员会 那委员会固然就是 以政党比例做推荐 那当然我们基本上面相信 他们都是专业人员 应该不是朝 我想各党各派在推派成员的时候 都不是基于政党利益的考量 而是对于就是说整个基金的工作运用等等 有专业的这个部分 那所以也同样的在这里面就是我尊重 那如果出了问题 同样的就是说委员会 也不会承担这样子的责任 对不对 到时候的话还是 我们执行秘书要有这样子的压力 乃至于就是说财政部 甚至于就是说执政党 要负取完全的责任 绝不能够说 这个就大家 大家都合议的 然后 那所以就说在这里 里面的话我们握有这样子的权力 就是我们负这样子的责任 当然应该也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权力 然后来选择时机点 然后来选择 选择在什么时候里面可以 那另外的一个部分的话 当委员会开会做出了就是说决议 基本上面我们都会知道 也会要求委员会要做保密 但是很难了 然后我们也不能够出了问题 我们把委员都拿去测谎 对不对 你不能跟 一样就说拿去测谎 到底是谁泄露出去的 找民间业者来做测谎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底下的话 我就说基本上面我赞成的 曾委员的这样子的一个修正的提案的内容 请飞鸿太委员 我想这个国安基金我们今天只是修嘛 这个至于是不是要废啊 我想这个不是今天的重点 既然还存在 当然国安基金主要是存在就是 因为我们的资本市场很小 受到外国的影响啊 或者是尤其是骇客啊 他们来小药去搞啊 我们当然要有所回应啊 这个基本上的 他这个法的精神是这样子 但是国安基金啊 parking在我们证据市场里面太久 变成常态化 我觉得是不好的 我们应该要尊重市场机制 这样子股市啊才会健全 如果说大家知道国安基金 有在停留在哪只股票上 其实也是变相的会影响到市场的 的运作啊 所以而且国安基金进场啊 他一定会配合四大基金 也我们公股银行整个会去做 来做来来做一个操作啊 所以我是觉得给第八条 给到三个月后 我觉得是非常的合理啊 不希望我们国安基金变成常态化的 在证据市场里面 也就是说基本上其实也是给他一种压力啊 我觉得是因 我觉得这一条啊 我倒是建议啊 是把它啊 这个在第八条的最后一项把它加上去 我觉得是对健全证券市场一个蛮好的 一个做法 正面村委员再补充谢谢 补充一点 其实提这个纯粹是好意 尤其刚刚王龙章委员讲到重点 操盘不好 照谁执行秘书了 那些委员领两千块了 他拿care那时候 到时候你要编预算来篇补 到时候你财政部一个头两个大 我不骗你那个10点啊 大家 那个股票那个10点 要丢去你的10点 可能是一天两天 等你开完国安基金 那都要来啊 所以我意思是说 到时候你真的不好的话 谁在负责任 执行秘书啦 部长跟你分担一点 那些国安管理员 他领你两千块三千块 他跟你负责 两手一摊 你还是要善后 是好意 但是你讲到不修 不会答应 江永昌委员 谢谢 接下来徐国勇招委 我是想了解一下 院长讲的跟现在金管会 或是我们的这个 国安基金财政部 讲的差多少 因为林泉不是有受访 所以国安基金要怎么样 来云亚 去没去无中嘛 如果是来有引 因为他不是为政治护盘 但是他是政治力 进入市场护盘嘛 他护盘就是有这些原因嘛 国际资金大幅浮动 影响民众信心 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失去 他说我去就是要给你 来就是要给你知道 如果照院长的这个讲法的话 以前立法院本来是用临时提案 去要求你们国安基金 进场跟退场的时候 要三个月 就还没有入法的时候 也有那个临时提案 决议要求你们这么做 你们也有这么做 来做这个进场跟退场 在三个月以后做报告 可是如果照林前院长 受访问这样来讲 那我们自己人的这个 有没有稍微的矛盾要思考一下 如果来有引 就是要给你知道我来了 那你决意要进场那个报告 说不定我个人认为说 三个月可能还给你太长时间 如果照院长的讲法 但是去无中 你走的时候说不定你不要 你退场了 你不用三个月就来报告说 你退了啊 你还可以更拿场 我说这个可能 我们自己院会跟部会这边 这有一个问号 我提出来 也许你能够解答我这样的疑惑 第二个我要问 执行秘书你有 赤长你有护盘的经验吗 你觉得 你觉得赤长的位置会常常在吗 你觉得以后的执行秘书 都要有经验还是没经验 跟委员报告 我目前因为不是在进场期间 所以我没有付款 你待会一遍回答好了 我只想问你 如果进场是因为金融失序 委员会们决议说 金融失序了 我们要进场 你能判断什么时候 金融恢复安定了退场吗 你能吗 你有经验跟没有经验的人 谁哪一个人做执行秘书 人家喊要进场是金融失序 结果你能够做决定说 金融已经安定了 我要退场 我觉得这个权责不相 我就决定要进场的人 他是看到金融失序 可是决定要退场的人 他是自己就能够判断 金融恢复安定 那早说连委员会都不要啊 就你执行秘书 你觉得金融失序的你就进场 你执行秘书觉得金融安定 你就退场 那连国安基金的管理委员都不用存在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不对的 以上就是我提出的谢谢 好 谢谢徐国勇这位 我刚刚在执行的时候特别提到说 如果要授权执行秘书 他决定退场的话 那个授权可不可以在我们 这个委员会在开会的时候 决定要进场的时候 同时就决定授权让他退场 如果他不授权让他退场 那一定是指 这个委员会有他一定的考量 所以我们如果在这里直接就 这样子的话不如我的意思 其实我刚刚在执行就是来提这个说 如果大家退一下 然后让 这一个委员会国安基金 决定要进场的时候 同时他就可以试这一次的状况 直接授权执行秘书 来决定他退场的时间 就授权他 我想这个也是一个方式 就这样子执行秘书也可以 跟国安基金的那个开会的委员之间 就也有一个共识 然后这些委员要不要授权让他退场 也就有表达机会 表达他意见的一些机会 如果我们直接规定说 那直接就是让执行秘书 个人决定要不要退场的话 那万一其他的委员就像讲了说 因为各个党派都有 他也许有意见啊 不应该退场啊 那连表达意见的机会都没有的话 是不是这样子 会怪怪的 所以假如这样子的话 那我是认为说 也可以我们就让 这个国安基金 在进场的时候 那他们自己去决定 要不要授权执行秘书退场 那如果要授权就授权 那执行秘书就有这个权利了 那这样子是会比较好一点的 大家要思考一下 其实我觉得曾民中委员提这个案子 因为他在这里面呢 最能讲的经验就是他嘛 我们所有在场的人 因为他当过操盘手 他当过实行秘书 其实某种程度他是在帮你忙啊 这个说实在当委员呢 这个以前我们在学校教书的时候 到还没当民意代表 去当委员两千块 就负那个责任 谁也去给你负这个责任 还看那么多资料 我跟你讲 那是行政院推诿责任的一种方法而已 他今天是帮你忙 但是如果说你认为不要 我也介意 就把它划掉就好了 好不好 其实这个文会啊 你不知道市长开过了没有 那个委员会啊 也就得听提案的财政部提案嘛 主席比赛 真的 不然他怎么办啊 他零零两千块 就账的啊 他就是大家说 只要是看主席啊 主席说进来进场 所以也有八千七百点 这个进场的啊 那也有 三方是这样的一拜十次吗 对啊 超过 不过没关系 我那个我是赞成的 就是我现在是 我超过超盘五年期间了 真的哦 那个东西真的你 那卖股票的十点 抓得很重要 等你要开会 背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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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关系 就我们是尊重你 你觉得要你就要 对不对 我只是好意提出来 但是你不要 我们也尊重 尊重你的想法 你想想看啊 只是这样子 对不对 我只是补充一下哈 当亏钱呢 你想要把 要 让我们财委会通过 让你编译算去贴啊 我跟你讲 很难啊 好 没关系 那让苏次长自己表达一下 要不要 尊重他了 他不要就不要 如果说不需要的话 那第十一条 这些秘书那边 这些秘书那边 就按照原来的文字 我这样说明 一并回答几位委员 刚才所提到的问题 那第一个就是说 根据过去操盘的 就是进场的这个是 那个时间啊 大概前三次 大概都是三个月 以内 后面两次是超过四个月 超过四个月 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 关于 这个 所谓的 我们财政部这边 是有一个修正的文字 我们修正的文字 没关系你讲一下 我们可以讨论 关于第八条的部分 第二项的部分 财政部 刚才我已经在 大型的时候 已经表示说 进表同意 然后后面 十一条的第二项的部分 也是一样 那 就是三个月 大概没有问题 我们现在实际上 已经这样在做了 所以这个 是没有问题 至于这个所谓的授权 这个执行秘书 就第八条第一项 这个操作标的 事实处理 这一部分 那我们 部里面 有一个想法 就是说 本基金金委员认定 认定达成 安定金融市场任务后 授权执行秘书 就第八条第一项之 操作标的 事实以处理 那这个授权的时机 这个是可以去认定的 声音不是声音不见 本基金 本基金金委员 可是你这个东西 会不会有矛盾 刚才徐国庸 赵伟所提的idea是说 他在进场之同时 他就授权给你 因为我决定进场了 然后呢 那时候他就说 那你自己看情形 如果该退你就 你就自己去无影 你就自己处理掉 可是你这个 你现在提出的文字 是什么呢 达成安定金融任务后 那换句话 那你 那他再来授权给你 达成后才授权 他还不再开会啊 他要不再来开会 你懂意思吗 就是他等于说 要再开会一次 才能授权给 他要开一次会 这跟徐国庸 你现在提出了修正 按什么逻辑自己也矛盾啊 那我同时授权给你 什么时候退 那你这不是啊 你文字修的是说 要达成 达成效果以后啊 然后再授权 那你为了授权 你退他自己委员 还要开一次会 才能开会授权 那大家也都知道啦 那不是跟原文 跟原来的东西一样吗 就是开会授权 开会退场不是一样吗 你就罗 你现在提出了修正 按什么逻辑自己也矛盾啊 不要说啦 不要说啦 你坚持就不要说啦 你不要再讲一下 你不要再讲一下 我再讲一下好不好 我再讲 我觉得把话讲更白一点 授权给你 不应该说给您啊 就是说给执行秘书来讲的 他没有讲 就是说 法里面没有规定说 我不能够征询委员会的意见啊 如果你们觉得要尊重要征询 照样开会征询尊重嘛 然后你再去 你选择什么时间点退出 也可以啊 对不对 就是他没有说 你只能自己决定 不能够征询委呃会 对不对 所以进可攻退可守 我不知道有什么不好啊 曹业委员这么怕就不要 我补充一下啦 干脆不要就不要了 他不要就不要嘛 你们我们干嘛 你们干嘛这么好意啊 你怕好不好 提个报告案去啦 你就没事了啦 你才有弹性啦 你就在授权给你 你假如怕 开委员议设置 提个报告案嘛 不好啊 你不用怕 真的 你还是授权给你啦 不你 我 他就不想被授权嘛 他的其实说实在 国安基金啊 稳定 赚钱不是目的 对 国安基金啊 赚钱绝对不是目的 稳定那个市场 所以刚才像 国民财委员讲 为什么买台积电 我在拆啦 因为台积电的权重大嘛 我买下去 他只要涨整个股市 就涨了嘛 对不对 这个时候 这时候平常讲 只要你稳定的市场 多赚少赚 只要有赚 就赶快出场了 赚钱不是目的嘛 是不是 是不是这样子啊 只要有点赚 赶快就出场了 长期待在那边 受到世界局势的影响 那很大哦 我觉得对你 并不是一样好事 我也能赚 我要赚 专家人 你真的啊 我赞成 你真的是啊 授权啦 你顶多怕 你就提个报告案 大委员去就好了嘛 尊重你了 哈哈 不要怕 不要到时候 心够有内心了 就像朝野委员都在帮你这个 未来操盘手 再给你一个空间 结果你自己很怕 那就不要了啦 不要一直坚持在 我们就不用 那就这样子好不好 那 各位委员 如果说 不是怕不怕的问题 因为 执行秘书 随时都会换人 那每一个执行秘书 每一个执行秘书的这个 style都不一样 你还是要经过委员会的这种 有一种 这种反充的机制在这里 这样会比较好一点 我真的是 感谢 他对了 他压力这么大就不要了 那这样子我们 第十 第八条大家比较没意见嘛 那第十一条 第八条就照案通过 第十一条 第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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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改嘛 他原条文是 对对对 执行秘书不要了 对对 就是那个 执行秘书 那四个字 就按照 第十一条的第一项 不动嘛 就是原条文嘛 后面加上曾明宗委员的第二项 增订第二项 好不好 第八条是依照我的版本通过 对 对对 第八条照你的版本通过 曾委员的版本通过 那第十一条呢 第一项 按照原条文 第二项 曾列曾明宗委员的第二项 好不好 大反大会 反正会再宣读一次 文字有错 大家在宣读的时候再表达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第一 关于基金的这个设置条例 我们做这样子的修正 好 接下来第二项 是有关于 期货交易法第107条 及112条 请主委 听主委表示意见 谢谢 好 那大家要有道义 你们还 你们可以去吃饭 吃便当了 但是我们要整个念 对啊 但是要整个念完在一起退场嘛 不然我们还要把它互盘 互到整个程序完呢 对 结果他们被户的跑掉了 对 所以按照江湖道义 他们可以坐在旁边吃便当 但是也要等整个会议结束 召集人还有各位委员 我想那个 因为其实原来 我们的内容里面讲的就是说 注意一下丁主委讲话 来 保持会场秩序 听 对不起丁主委不好意思 对 曾委员 其实有很多的项目是配合 那个就是说 证券交易法 或者是很多条文降休的 我们说里面 我们大部分都支持了 只有少数的那几下 我们觉得可以再讨论 就是说 就是说 可以先留给我们 在以后再讨论的机会 所以后来我们就在那个 就是说 现在已经弄了一个 对岸的一个版本 把那个就是说 刚刚的讨论里面过程中 觉得可以加进去的 在那个对岸版本中加进去了 所以在107条 我们认为说是 那个曾委员所提到的 就是说 公开后18个小时之内 这跟正经交易法一致 那我们是同意的 然后就是说 可以摆进去 那那个 或以他人名义 买入或卖出这个地方 如果正经交易法有的话 那这个地方是不是 也还是可以加进去 另外的话 那个它的范围里面 就是说有关那个 证券期货交易所 什么期货集团机构 还有什么东西 这里面 证券交易所 还有证券柜台买卖中心 是不是也可以加进去 因为他们也会影响 各股期货 他们会受到 也会对各股期货有所影响 所以说 把他们也 范围纳进去范围里面去 那另外的话 那个 基于职业身份别 控制关系 获取消息人 这个正经交易法有的 我们觉得这个也接受 那第四个 股票期货契约 或股票选择权契约之标的 证券发行公司之 董事监察人 经理人 受雇人或受任人 及持有该公司的股份 超过10%以上的股东 这部分 那个曾委员所提到的这部分 我们是原来韩令中就有 但是要为了使得这个韩令入法 我们也都非常支持 所以这个地方 只有那个第五项 因犯罪行为取得消息之人 我们觉得这个地方 比较还有一些 值得讨论的地方 不够那么明确 所以以后如果有机会 再来考虑 是不是这个地方 就暂时先把它拿掉 所以后来 那这个地方我们 对那我们就把那个第五 第一款第二款 及第十款 就直接写到那边去了 就是说 因为第五 那我们把它加进去 那么另外呢 后来在刚刚 在讨论会的时候 除了那个曾委员所讲的那里面 我们觉得刚刚有人有提到 就是说 上司前五款身份后未满六个月 这种回避条款 我们觉得正经交易法有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加进去的话 也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说是 我们觉得是可以把它摆进去 所以那那个 后面那个第七 当然就是因为 它前面六款都所改变了 所以我想 后面有关这几项 有关那个第一 第一项的期货 或相关那个 现货相关的范围 主管机关定制 这个内容太复杂太多 我们是不是暂时先以后 容我们以后再讨论 更明确有再摆进去 那第一项所称 重大影响期货交易 范围定义这个东西 我们是觉得正经交易法有 那刚刚我有讲过 就是说如果指数那部分 可能就是比较不明确 所以说我们个股有的话 那在那个股那边 在正经交易法有定的话 我们就用那边的 所以我们这边 是不是暂时不定进去 还违反这个什么 这个第一第二项 又因为内线交易所算的 避免损失的限度内 以及它算是你买卖人 副损害赔偿 这个损害赔偿非常复杂 解释起来 那个地方我要跟委员特别报告 就是说我们去考虑过 有非常多的那种形态 所以这等下等到以后 我们把它弄得更清楚以后 还有跟外界的真正 就是作业的时候 我们再把它再来考虑 好不好 那另外就刚刚讲的 112条里面 刚刚我们委员也都提到过 就是说如果是未经许可 做了期货的那些事项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觉得是不是把它跟 内线交易切成两半 然后就是说这个地方 把这一半 就还是用原来的处罚条款 对 然后那个另外的话 就是说如果是属于 就是说内线交易的部分 我们还是把它按照 政委员的意见 把它提成三年到十年 而且处罚到 一千万到一亿以下 不是指于这部分 那犯罪的那个 因为它犯罪 获得财务 或者财产上的利益 这个地方 虽然跟那个政委员不一样 但是这个将是把务单位 叫我们去写 更清楚的地方 好不好 那其他就是说 那这个地方还有加上 自动缴交或全部免缴 它犯罪所得的时候 可以什么东西 免除 可以减刑或免除其刑 我想这个地方也是 那个我们也觉得说是可以 把它一起摆进去 那这个地方我们想 就是说是不是那个 刚刚讲的就是说 这几项 有的完全跟曾委员所提的一样 有一些是因为刚刚讨论的时候 有一些委员所提到的 我们把它摆进去 那有一些是我们在法律文字上 可以把它加 加清楚点 把它这样下去 是不是这样子 我想是可以 对 最爱版本 好 谢谢 这样子好 刚才丁主委 对他自己所提的对案版本解释的非常清楚 那在场个委员是不是接受 江永昌委员有意见 还有黄国昌委员 先江永昌委员再黄国昌 不好意思 他先举手 我要问一下 这一次如果要修法 那你 你等于是说在内线交易里面 就是针对一个 增加一个公开后18小时 不能够以个人或他的名义去交易 你就是把内线交易的这个范畴有没有 定义的更广泛 那你也加重内线交易的这个行动 但是你在处罚的那个时候 我看你这一次你现行条文当中 本来112条 从第一款到第7款 处罚都一样 可是你的第7款 原本现行条文第7款有106 也有108 106是干扰市场 108是詐欺 但是我们这一次如果知道 曾委员这个提案 你们也写了对策的版本 那要加重内线交易的行动 可是你连106跟108 你也一并把它加重 这个部分有没有再斟酌一下 他不是内线交易 他是干扰市场跟詐欺 我看到你们有把原条文的1到6款 排除了 不调整 诈欺的形态特别严重 把它抽出来 是很重要的 内线交易就是 诈欺的比较重的刑罰 是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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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诈欺的特别形态 所以把它抽出来 就跟那个漏税是诈欺 诈欺 我们在证交法里 157条之一是内线交易 155条是扰乱市场 都很重 我就觉得超重 对啊 对啊 因为那个法律的本质 谢谢 好 谢谢 我想说 你没有决动那个炸欺跟干扰市场 都 没有决动那个条文 直接内线交易这边 加重行为 确保 好 谢谢 好 就刚刚讲的 就是说 这个形态上是真的是 诈欺跟那个都是一致的 谢谢 所以我们说把它加重是 我们觉得蛮合理的 谢谢 好 谢谢郭昌 就 两个不一样的版本 我基本上 比较倾向支持监管会 所提出来的修正版本 但是我有一些建议 第一个建议是 你们那个立法理由 要强化 不可以这样子写 那我为什么会这样子讲 因为 那个曾委员提出来的版本 当然绝对不是怪曾委员 因为也是政棋局的人 交给你的东西嘛 他们在 里面的立法理由当中 因为 到昨天下午才拿到 所以花了很多时间对 对世界各个国家的立法力 当你 我们在写立法理由的时候 你在写其他国家的立法力 你如果要援引 你就要引对 要不然写在我们的官文书里面 会闹到 会闹很大的笑话 譬如说在委204 在委204里面 第五点 就第五项所做的解释 然后里面的第二小点 说为了明确 规范本项民事损害赔偿的计算方式 参照美国商品交易法6C10 1934年证券交易法21A 及新加坡证券及期货交易法232条 有关行政法还得立法力明文规定 然后下面这样子 是以本来实际上面所做的损害 或者是所获的利益 做损害赔偿的范围 但是我实际去看 新加坡他们的 Securities and Futures Act 234条 234条 就civil liability 里面 他直接是 232条 就civil liability 里面 他直接是 有规定三倍啊 不可以超过三 不可以超过三倍啊 跟立法理由里面所完全的说明 完全是牛头不对马嘴 根本没有办法对起来的 的东西啊 所以我本来是想要提议说 这个条文去强化 期货交易的内线交易的规范密度 这个我赞成 但我本来今天想要提议是说 等金管会啊 把你们参筑的立法力 真的都整理清楚了以后 再来完成立法 那金管会今天提出来的这一个条文 有一部分是吸纳了曾委员的版本 有一部分 我看跟他们之前委托曾婉如 所做的研究报告的内容 也有被吸纳进去 那所以就金管会后来 所提出来的这个修正版本 就条文之本身我可以认同 但是就立法理由的部分 可能要请金管会再多用点吸纳 把立法理由给写清楚 谢谢委员的指导 我想那个 因为这个地方是 因为就是说这个对照版本是写的 但是呢 事实上那个 我们修正说明 另外有一套的 如果是按照我们的版本的话 有另外的完整修正的版本 我想这个地方是 说明有另外的说明 我了解 就是另外的有修正的说明 我想是那个 也可以给委员看一下 我想这个 有修正另外 他还在写修正的那个理由 对对对 立法理由 我们修正说明 我们再写 对对对 看到这个不一样 不一样 是没有错 对 但是我的意思是 你就立法理由的部分 你现在是针对修正的部分 去做说明吗 是 那但是你有一些地方是说 按照曾委员的 然后又去改了什么东西 对对对 那那个 但是我 但是我 但是我的意思是 我们完成真正的法案 未来列入正式的立法记录里面 以后要去追寻这个法 是基于什么理由追的人 全部都会去看那个修正理由 所以我就说 我现在已经不是在讲 曾委员的修正理由 是在讲你们写的修正理由 再把它写的好一点 非常谢谢黄委员的建议 但是我要特别说明 写这个立法理由的人 是国内政交法的权威 我会再跟他确认 是不是是黄委员的对 还是他的对 好不好 因为他是政交法的权威喔 我都不一定喔 他是政交法权威 不不不不不 那法条很多 法条很多 法条很多 对对我要跟他check 我要跟你报告 他是政交法的权威 我只这样讲 谢谢 好那委员我也 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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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问题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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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开始不够信心 对对 但是我要讲 有 他是 国内 数一 数二的政交法权威 他假如错 我也请他更正 好不好 谢谢 今天要处理我赞成 那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因为我们接下来还有二读还有三读的程序 在 没有没有 这个条文 今天我们过的这个条文 我觉得是OK的 但是我希望他在立法理由的时候 再把它补好一点 我可以做出来 再感 我不配 现在的 不是 王委员的立法 现在的立法没有问题 是一开始拿的原来 现在我们已经被删掉了 那一个要细置 那一个要细置 那不会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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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现在有意见 不是啦 不是啦 你一定敢进 他没那么蛮力 不要 不要 这样子啦 如果在二读的时候 在二读的时候 有人对这个意见 可以提出修正 可以提出修正 现在就是说 你按照现在最新的版本 草案的版本 这个对案版本是 这样子过是大家OK的 只是说明啦 是不是按照最新的版本 像过 刚才黄委员是有点 没那么满意 这个说明欄 那是说要不要 如果你要改 那就今天不能处理了 那不要改 那就大家清楚喔 不要改就不要改了 这个把它讲清楚了 而且委员 我补充说明一下 因为刚才黄委员 提到的那个 204月这一块 因为我们这次 已经没放进来 民事责任 没有放进来 疫情的疫情 没有细致 他只能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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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主席台 这个主秘都 拿资料都没拿到 所以 所以这个版本才对的 大家看一下 这个版本才对的 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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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说不对嘛 这个才对嘛 这版才对嘛 所以你们拿的全部 你看 連幕僚人员全部拿的 都拿错的 不是 你们现在马上弄啊 因为你出去就要去奥赌 去奥赌东西 你不能够说 我们去了让你授权 不可以这样子 一定要在我们这里搞定 怎么可以说 授权再去干 不可以这样子 利用他们去印的时候 我们主命很信心 请大家看一下 对岸版本的第二页 第二版本第二页的那个 第112条的第三行 主命是要请教那个参事说 那那个斗点是不是不需要 因为你前面有货了 所以那个斗点是不是就不需要 也可以有 也没什么关系 不需要 他对条文有意见 好 那没关系 参事讲一下 他的想法是什么 报告各位委员 这个112条的第二项 他犯前项事务或 其因犯罪或是财务或财产上利益 达新台币1亿元以上 这种认定 在司法实务上 计算上 会一直有争议 我举个例子 用这个例子 可能不太好意思 就赵建民的炒股案到现在没有确认 就是因为犯罪所得 所以他的犯罪所得不容易确定 如果我们这样子 用这种立法方式 将来会变成案件不会 一直没办法 一直没办法确定 而且我再举个例子 本委员会在上个会期 在审那个电子支付机构管理条例的时候 本来有一个版本也是有这种立法方式 后来我们就也不裁了 所以说 虽然现在证交法还是有这样 可是将来会不会改 不知道 但是证交 证券市场跟期货市场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们用这个方式 我怕将来在实务运作上 会一直没办法确定 反而造成人民的观感不好 会认为说 案件一直不能确定 这个犯罪人一直没办法让他定罪 那就是立法上的 可能要再考虑了 那我第二个想法 不好意思再耽误大家一点时间 就是 第五项 第五项的最后一句话 如损及期货市场稳定者加重其刑 这个也是一个不确定的法律概念 因爲什么样的叫做损及期货市场稳定 因为当然这个是仿政交法的规定 可是证券我刚刚有报告过 证券交易市场它是比较成熟 而且它是公开的市场 所以比较容易判断 那你期货市场现在能不能 但是将来能不能这样子 这是我的考虑 将来会不会因为这个 这个损及不损及的稳定 造成案件上的反而悬而不绝 这是我们可能在立法的时候要 不要定 因为那个行度 本条文这次行度已经提高太多了 本来是七年以下 现在已经提到三到十年了 主委呢 主委呢 主委对于这个法务部的说明 那你们觉得 所以这个法务部建议 说有关于损及市场 这个不要写 就是让司法系统自己去判断 这样子 那第一主委呢 没错 那个就把那个到加重罚金 就变句号 如损及期货稳定者 其实加重期二分之一把它删除 好不好 是不是这样子 其实这个因为现货市场有啦 现货市场有 而且假设一般的犯罪很难去确定 但是这是股票或者期货是可以确定的 你知道吗 因为假设你说是犯罪 犯罪货制财物或财产商利益 对不对 这东西因为它是有公开市场嘛 所以是现货市场或期货市场是可以细算的 那你讲一般的犯罪手的真的很难确定 但是他也有公开市场 基本上是可以算的啦 现货市场也有啊 没有参事的意思就是 现在来讲是很难算的 不是很好算是很难算的 你这一役很难算 到时候是因为不确定 因为这一役 一役的上下差很多 一役以上就重罪了 七年以上了 一役以下的话就是五年以下差很多啦 一役跟不一役 你建议一下 他不要啦 他这个不要 跟各位报告 跟各位委员报告 其实红火案发回也是因为犯罪所得不明 那所以 对不起 那所以这个你建议怎么修呢 第二项不要定 第五项后段不要定 这样都够用了 第二项整个拿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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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金管会的对案版本 112条的第二项整个拿掉 是不是 是大家各位委员觉得怎么样 我是没有意见 但是丁主委你就要去把它想清楚 这个参事已经提出这个东西了 对于现货来讲也是因为这样子 没有办法确定 所以厂长有些案子 社会都恨你洋洋的案子 定不了案 所以你要不要回去要修证交法的 你不要回去修证交法 这个东西不要定这个东西 所以丁主委同意你讲一下 对 来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第二项 因为原来是根据证券交易法所定的嘛 对那如果说是这个地方 法务部认为说是在 在那个金额上很难去计算 而造成以后案件很难确定的话 那我们也同意把它删除了 第二项把它删除了 好不好 好 这下好不好 那这样子第三项的前面那个字要改 所以 所以 文字整理一下 因为你把第二项拿掉 那对那你后面两 两项的这个文字啊 朋友要有人把它仔细的把它整理一下 好不好 所以 原来第三项就是现在的第二项 那个前两项改成前项 对不对 那第四段 第四段那个改成犯 第一项吗 犯前项还第一项 前项 犯前项 犯前项 第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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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项就没有了 后第二项 没有第二项 犯第一项 犯第一项 后第二项拿掉 后第二项拿掉 放第二项 那个幕僚记清楚了吗 好 这一项里面的刚才到到这个倒数第三行 拔金句号 后面整个什么期货市场啊到二分之一这个拿掉 这个拿掉 这个拿掉 这样记清楚了吗 那现在如果说大家文字清楚的话 那那个立法理由现在在写当中 那那个第一项 第一项 第一百一十二条的第三行的那个斗点呢 不要 不要 哎各位委员有没有在听啊 有没有在听啊 不好意思 来 那个 刚才废洪太委员说斗点没关系 刘猜是说那个斗点要拿掉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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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这个斗点拿掉你说不用拿掉 你要把它拿掉啊 为什么会拿 不是 这个文字啊 像我们知道学生写论文 你这个会比较清楚 斗点或 因为你前面一项 你可以拿掉 拿掉也没什么关系 摆在那边会比较清楚 还没错 但是拿掉 拿掉是比较简洁 拿掉简洁 摆着比较清楚 那要拿 我建议不拿了 不拿了 不拿了 那个没有差比的 不要拿了 我跟你讲 就要写英文 三十年前 三十年前如果写英文 那斗点是没有的 我们写英文了 后来到了二十几年以后啊 哎 就是斗点 哦 会比较清楚嘛 我前面是一个 后面是一个 对 那就不要 没有 这个会比较清楚 比较简洁 你跟拿掉会比较清楚 那不要拿 那这样子啊 可是他现在又拿来 那个监管会有很仔细 他说按照集货交易法第118条 还有第19条 货前面都没有斗点 他说立法 我会讲啊 听我讲啊 我刚才讲 在美国写论文啊 三十年前 就是没有斗点啊 后来三十年前 大家 这个不是法律问题 这不是法律问题 这是语义问题 OK 所以法 学法的人也不能说 一定要坚持这样子 但是以前 以前当然我刚才讲 三十年前都没有嘛 后来 后来 这个在美国有很多的 讨论的文章 为什么会加上一个斗点 清楚 以前叫做简洁 就是这样子 没有对错 没有对错的问题 所以也不要拿以前 以前大概都是三十年前搞的啊 就是他是三十年前写的嘛 那我现在写会有什么问题呢 主席 这样子 这个今天的真文的版本 后来金管会修正 其实都是把 政交法里面的内宣教的精神 套到这里来啦 那我们今天就省齐交啦 所以不去碰政交啦 把修正回来 确定一下 跟政交没关系 就是今天只是讨论齐交 跟政交没关系 政交怎么弄以后再说了 没有这个东西啊 不碰啦 不碰啦 不要碰啦 不要碰啦 都印了吗 对对对 政交我都不动 就是齐交 把政交的精神放进来做修正 快好了 忍耐一下 因为我已经拿到了 但是因为机器跑很慢 所以现在在印当中 那大家再把 在刚才把整个 拿掉的像 也通通整理出来了 然后立法里有全部整理了 所以大家再仔细看一下 国家重大的法律 大家还是要花点时间 稍微把它看仔细 看仔细 那请拜托金管会 法务部 我们各位委员辛苦一下 还有我们的 财委会幕僚人员辛苦一下 大家把这个 新的 这个是正确的 先要印给大家的 陆续会拿到 文字 那个所有的 那个条文内容 稍微跟第一把理由看一下 他本来把第二项的财产 怎么拿掉的 可是这里怎么还存着呢 这里还存着啊 不犯罪去财产 或财产 或财产上的利益 这几个这个 就存在 就把财产拿掉了 对不对 刚才第二项的财产拿掉了 那个 蔡氏 按照这个最新刚印出来 这个你现在手上有的 第三页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讲说 那个财产没有办法去定义 对不对 可是他的这个 后面的这个 第四项 没有 这个文字应该有联动嘛 那你这边又有犯罪 或是财务 或财产上的利益 那我们刚才就已经把那个 那这个文字可以吗 那我根本就照报告了 这个是不一样的 这个没关系 因为他那个是 那个是法金华元的 那个没有影响 对啊这个是要来减免 那因为这个 就会认定上 不会说差一怪就不行 那你如果要定他对的话 差一怪他就会 OK了解 所以你前面之所以拿掉 是因为金额的关系嘛 那这个话 这个话就是他 获得的利益的关系嘛 了解好 那所以没有问题嘛 对不对 好没关系 因为大家很仔细的去 如果有任何疑问提出来 不然我们财委会也会闹笑话 我们财委会也会闹笑话 所以大家及时管一下 立法理由呢 刚才国昌很重视这个立法理由 再看一下好吗 包括文字都没有问题 大家都看过了哈 没有话待会我们议事人员要宣读了 OK好 那就按照这个哈 这个是最新印出来的哈 好谢谢 谁还没拿到 对不起 不好意思 永昌委员没拿到 宿美委员没拿到 宛如委员没拿到 宛如委员没拿到 然后那个 你先去印啊 这个都不要啦 对啦 他就这样摇着就好了 说明有改啦 再来一次看看 施委员也还没拿到 这次都还没拿到 荣章拿到没 拿到了哈 荣章以后的 方都没拿到 因为这是个尊重问题了哈 大家 嘿 谢谢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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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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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公開前或公開後18小時內 不得自行或以他人名義買入或賣出 或使他人從事以該消息有關之期後 或其相關限或交易行為 一 期貨交易所 期貨結算機構 期貨業 期貨業同業公會 證券交易所 證券櫃台買賣中心 或證券商同業公會之董事 監察人 經理人 受僱人或受任人 二 主管機構或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構之 公職人員 受僱人或受任人 三 基於職業或控制關係或稀消息之人 四 股票期貨企業後 股票選擇權企業之標的證券發行公司之 董事 監察人 經理人 受僱人或受任人 及持有該公司之股份超過10%之股東 五 第一款 第二款及第四款受任人 知 董事 監察人 經理人或受僱人 六 上市前五款聖份後未滿六個業者 七 從前六款所累之人或需消息之人 前項規定以董事 監察人之代表人准用之 第一百十二條 照提案修正如下 違反第106條 第107條或第108條第一項之規定者 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幣一千萬元以上二億元以下罰金 犯前項之罪 以犯罪或自首 如自動繳交前部犯罪守得者 減輕或免除其刑 並因而查獲其他證犯或共患者 免除其刑 犯第一項之罪 在偵查中自白 如自動繳交前部犯罪守得者 減輕其刑 並因而查獲其他證犯或共患者 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 犯第一項之罪 其因犯罪或自財務或財產上利益 超過罰金最高而時 得以守得利益之範圍內加重罰金 有下列情勢之一者 處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得病科新台幣三百萬元以下罰金 1.未經時可善自經營其貨交易所或其貨交易所業務 2.未經時可善自經營其貨結算機構 3.違反第56條第一項之規定 4.未經時可善自經營槓桿交易商 5.未經時可善自經營其貨信託事業 其貨經理事業 其貨顧問事業或其他其貨服務事業 6.其貨信託事業 違反第84條第一項規定募集 其貨信託基金 先讀完畢 請問各位委員對於協商結論有無意義 沒有意義照協商結論通過 針對審查結果做如下決議 1.審查本院委員曾明宗等20人 您據國家金融安定基金設置以及管理條例 第8條以及第11條條文修正草案 願已審查完畢 您據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 院會討論嫌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時有本席補充說明 2.審查本院委員曾明宗等18人 您據期貨交易法第107條以及第112條條文修正草案案 願已審查完畢 您據審查報告提報院會討論 院會討論前不需交由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時有本席補充說明 什麼地方 各位委員 金管會表示說 在他們最新最新 我們剛才協商的這個版本的立法理由 第二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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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第五五 第三頁文字我再唸一下 增訂第一項第六款漏了六款兩個字規定 因為只有地後面那個打字漏掉六款 好不好大家沒意見 好 那個 不用 那照這個補充的 納入記錄 謝謝 好 請問各位有沒有意義 沒有意義通過 我們今天進行這兩個法律案的修正 雖然文字簡單 但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對於我們國家安定基金 對於我們的期貨市場 它的這個規則 那能夠更加的公開透明 更加的公平正義 那影響重大 我們特別感謝 費洪泰委員 曾明中委員 徐國勇招委 江永昌委員 堅持到最後 來完成這樣一個法案審查 我們也感謝財政部 金管會法務部的同仁 尤其兩位首長到現在便當都聞風未動 因為主要的備選對象 到現在都還沒有吃飯 當然我們第一排的幕僚人員 也特別謝謝 而且也都還沒吃飯 那大家辛苦了 我們今天完成這兩個法案的審查 非常重大 而且有意義 謝謝大家 辛苦了 散會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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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谢谢大家 会后花絮 我们财委会同仁很肯定 金管会的我们这几个幕僚同仁 他们现打文字 现修改 然后现印刷 非常辛苦 我们财委会的幕僚同仁说 你们测试成功 恭喜辛苦了 会后花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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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